我叫杨奕云 是漫画中死的最窝囊的主角 就在刚刚我为了救一只狗子就溺水里了喝饭 再次睁开眼时我以为到了地狱 我只为自己感到可惜 还没有亲过女人的嘴 眼前突然出现一对F师马的大白兔 这什么情况 难道我是进了天堂 然而一只舔狗把我拉回了现实 原来是狗子的主人救了我 这包裹紧致的眉腿 外露的小蛮腰 还有呼之欲出的波涛汹涌 加上一张精致的锥子脸直接把我整害羞了 美女向我伸出鲜鲜玉手 我怎能拒绝如此美丽 没想到这一幕恰好被女友看见说我脚踏两只穿 愿我如何辩解都无济于事 她竟向我递来一张下个月结婚的景体 可恶 原来我一直在当队胎和田狗 小子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莫名的声音传来后一张人脸出现在眼前 难道大白天还见鬼了吗 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 她自称来自修真世界的十二姐散仙云天星 我质问她为什么会跑到我身上 她说我濒临死亡的时候抓住了她的法宝 现在她和她的法宝乾坤壶都到了我身上 果然我的左手臂上出现了一个壶的标志 看来她说的都是真的 前辈 请你教我法术 我想变得更强 我怎会放过如此机会直接开口求仙人 她说修真之路数万载路途艰难 但为了找回今日遭受的羞辱我已无所畏惧 看到我如此决心还有救了她的份上 她决定收我为徒 受我无上的修真功法 她手指放在我眉心说要为我洗髓拔毛 我只感觉头痛于裂脑中涌入了很多东西 疼痛过后脑袋里面不仅多了很多知识 感官和力量也都得到了提升 师父告诉我她传授了很多的功法和秘书给我 但以我现在的修为根本使用不了 要我一定请家修炼虚心请教 我答应师父一定不会懈怠修炼 我必须要在那个抛弃我的女人的婚礼上找回颜面 电话突然响起 心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竟忘了已经到了我去酒吧上班的时间 斑花间笑花的柳玲玲为什么会在这 还神志不清地被两个男人扛着 不对 这个状态一定是被人灌久了 看着她被抬进一旁的包间 我内心做着艰难的抉择 就她怕是工作不保 家里的奶奶妹妹怎么办 但这样的工作我真的要继续下去吗 不行 我不能让自己后悔 看见笑花被人灌醉抬进包房 你会怎么做 我虽是一个矮搓穷 但我决定出手相救 此时包房内一群小卡拉咪 正对笑花虎视眈眈 笑花此时烂醉如牛如一只 带宰高阳 放开那女孩 我大喊着直接破门而入 什么情况 怎么轻轻一脚门就碎了 难道这就是洗嘴乏毛的效果 反应变快了 防御变高了 速度也变快了 力量也变强了 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这样的小卡拉咪 我现在可以一个打十个 这笑花怎么办 我又不知道她家地址 算了 还是先带回家安全一点 我真的太冲动了 为什么带一个醉久的女孩回家 我还没有和女孩子独处过呢 怕什么一回生二回数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师傅竟然出现吓得我一激灵 遭了这笑花酒精上来了 这可怎么办 师傅说教我的功法里 有本筋卖十三手 只要我好好运用 就可以逼出她体内的酒精 告诉我这些后 她就沉睡过去了 还叫我没有生死攸关 知识不要唤醒她 这功法使用起来就如同按摩 费了我好大会功夫才让她醒酒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挨了一大嘴巴子 真是冤死了 救了这妹子还要挨打 明明她自己酒精上来 弄得衣衫不整还要怪我 我就一老是本分人 什么都没有做 还好她算明事里知道错怪我了 笑花一起回学校真的太引人注目了 刚和她道别就来了一个找茶了 她叫我离笑花柳玲玲远一点 还没有听我解释她就准备动我 我只是不想在欧阳玉清的老师的课上迟到 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吗 一大早就来找茶真的让人火大 糟了 一激动没有控制好力量 柳玲玲说了中午请我吃饭的 结果等来半天都没看见人 突然听到了柳玲玲在喊我 眼前猛地出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柳玲玲禁约了两个漂亮的闺蜜过来一起吃饭 萝莉型的钱小辈 还有玉姐型的灵欢 真的是人以类巨物以群分 但这个灵欢貌似有些不对劲 柳玲玲和钱小辈点餐去了就剩下我和灵欢 趁这个独处的机会我必须告诉她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为什么这年头做好事没人心 就在刚才我又挨了笑花一大嘴巴子 因为我看出她闺蜜灵欢得了一种罕见的寒脉 就顺便用师父传授的功法帮她按摩了一下 结果不但挨笑花的打还让我滚 上午挨打的那家伙竟长了几个帮手来饭堂毒 为首的跆拳道社团高手竟让我离开笑花赵玲玲 什么鬼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走就是了 没想到这家伙又来了巨子 那你也不能走 到底几个意思 难道要我和赵玲玲在一起 看赵玲玲这表情肯定听错了 我根本不是在表达 反正你们就是遍着理由找我的茶 我左右开弓挡下你们的攻击不是轻轻松松吗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先掰断你们手腕给点教训 跆拳道高手突然就膝撞向我鞋 就这力道也是轻松格挡 看我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牙齿飞出来了不要吓到三个美女 我都说了不要动手的 非要来 我这帅气的动作好像让柳玲玲有点着迷 晚上我要好好修炼一下师傅传授的乾坤造化功 再看一下她留下的其他古迹 这本助言有树中竟有修仙界最不起眼的助言单 这助言单要是放在现实世界可是宝 要是批量生产的话那真的不得了 发小刘稀奇这么晚打电话来说闯获了药物帮忙 刚进酒店就看到两个人在训斥她 两人一唱一和说她碰碎了价值20万的古董花瓶 打个半价让她赔偿10万就可以了 开什么玩笑这波花瓶能值20万 我倒是要仔细瞅一瞅 经过师傅洗嘴发毛后我的五感大增 现在我已经可以通过目利感受到物品的品质和年代 这碎片上有现代做就留下的残留物质 还有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 这肯定是一个纺织的赝品 敢看我兄弟先给你一个大嘴巴子 碰瓷竟然碰到我兄弟身上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俩 我说这瓶子是假的 这俩货还死不承认 我可是学院历史系的尖字生 这种假货我一眼就看穿了 如果是真的你们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这俩货果然立马认怂离开了 真的是太晚了整个夜宵在合适不过 我问发小他不是当兵去了吗 咋沦落到做保安 他说谁都有难处 现在赚钱太难了 就像小编这样累死累活 做视频还没人看 听到赚钱两次 我突然想到了助颜丹 我问他要不要和我一起 建立一个商业帝国 结果这家伙听完喷我一脸 我认真告诉他 我手上有美容丹的配方 只要做出来肯定撼动 整个美容行业 看我说得如此凶有成竹 他终于相信了 问题是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爬山爬四五个小时 真的会让人绝望 更绝望的是搭上半条命 还一无所获 制作助颜丹需要的药材 真的太难找了 那边草丛里怎么那么大动静 一条巨蟒竟追着一只小雕冲了出来 还好我动作敏捷躲得快 这小雕竟还手攻击巨蟒还挺厉害 但这体型相差实在太大了免不了吃亏 这楚楚可怜的表情是在向我求救吗 算了 还是救下这小家伙吧 和女友分手后真是看啥都没清目秀 正好也可以测试我现在的实力 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超光速博雕 再给大家表演一个金刚腿踢巨蟒 哎呦 不错 这巨蟒还知道扫尾 最后给大家表演一个擒拿手甩巨蟒 是什么意思 难道叫我跟他走 这祸不会成精了吧 居然听得懂人话 转了转了 这里竟有这么多我需要的药材 什么情况 这山顶怎么闪的光 没想到这里竟有这么大一颗人参 旁边这个白色的闪光物体没有见过 师父竟突然说他感受到了强烈的灵气 这白色物体居然是难得的天灵地宝 把它吸入乾坤壶中有助于师父恢复元气 这体内的乾坤壶真的太好用了 可以直接将需要的药材吸入壶中储存起来 这小雕也太可爱了 留在这里太危险还是带回家养起来吧 咋了这小家伙竟还不论你 掏出我珍藏多年的棒棒糖直接搞定 收获猛宠一只真的太哇塞了 这炼制丹药也是个麻烦神 没有炼丹炉只能用电磁炉试一下 谁在这个时候猛敲门 这漂亮的笑话跑来找我干嘛 难道真的喜欢我 糟了 忘记电磁炉里还在炼药呢 这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漂亮 难道是助颜丹成功了 除了颜色浅一点 其他都跟书籍里描述的差不多 应该是没有用炼丹炉的缘故 这修真世界里的助颜丹终于炼成了 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喜极而起 这效果对凡人来说肯定杠杠的 这笑话来找我难道是让我给他按摩的 看来是我肤浅了 就脸上长了一颗痘痘也要我帮忙 这不是送上门的小白鼠吗 刚好可以测试一下助颜丹的效果 你看这个药丸它又大又远 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美容丹 只要一颗就青春涌住 不就是吃一颗药有必要那么害怕吗 为了你的美丽你应该无所畏惧 没想到吃下后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干嘛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可是纯情少男 柳玲玲你在调戏我信不信我把你救地正法 这面带桃花双目紧闭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还真以为我要亲你啊 我只是给你一盒助颜丹回去吃而已 这美女笑话的心思真的难以捉摸 看我只是递给她助颜丹 她竟一脸不悦 出门的时候也不忘损我一番 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是个正常的纯情男孩 送走笑话后 我又开始修炼师傅传授的五行引体术 这是一套类似五情系的功法 如果能参透里面的内容 就算遇上厉害角色也不怕 我以前真没发现自己是个奇才 才修炼几天尽小有所成 这笑话半夜三更打来电话干嘛 原来是她父母用了助颜丹觉得不错 要我明天去她家吃饭 还有是商谈 这笑话柳玲玲家可是经商世家 难道我真的要飞黄腾打了 没想到柳玲玲家 竟在古都最豪华的别墅区 放眼望去迎面而来的都是金钱的味道 这柳玲玲穿上礼服竟这么扬眼 不过这表情好像有些不对劲 什么情况 干嘛突然挽住我的手 为什么我感觉这事情并不单纯 对面这白毛从我踏入这里开始就一直怒闷而死 柳玲玲的两个闺蜜还在后面一直笑得不停 这不明摆着拿我当挡箭牌 真是会给我找麻烦 果然对面这货就跑过来找茬 说我穿一身地摊货是个十足的屌丝 是柳玲玲专门找来气她的 你又算什么东西 我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关你屁事 看来这戏还得接着眼下去 亲爱的 一个没素质的舔狗人 何必动气呢 我这屌丝也能气死你这舔狗 这货静气的直接就开始动我了 柳玲玲害怕地在一旁提醒我说她是五孝出身的 哎呦 这攻击速度确实还不错 但在学过五行引体术的我眼里就是慢动我 舔狗就是舔狗 我说的有错吗 先给你一嘴巴子长点教训 三个美女真的不用这么惊讶 这种小角色现在真的入不了我的眼 这白毛镜说她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她 那我岂不是比她爸爸还明 突然从屋内走出一人西装笔挺气度不凡 通过他们的反应想必就是柳玲玲的父亲柳山海 刚才我们在争斗时 她就一直在楼上暗中观察 现在才出来解围想必就是为了试探和观察我 果然商人的城府都很深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豪宅里吃饭 柳山海说今天款待我是感谢我救了柳玲玲 我只能谦虚地回答是碰巧遇到才出手相救 她不知我当时可是冒着丢工作的风险 她说她非常看好住严丹还说能上市就好了 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练出来的仙药能不好吗 这白毛镜说住严丹是影视高人练智的 我没有资格谈论 更没有资格和他们这些能使用到的人一起吃饭 看着钱小辈和林欢在那无嘴大笑就知道这伙没脑 柳山海也受不了这伙了 直接说了句 够了 她义正言辞地告诉白毛我就是研发者 切 你这田狗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 你除了有钱还有啥 我看杨毅云和玲玲才是天生一对 没想到柳玲玲的两个美女闺蜜竟这样挖苦白毛 白毛指着我说她和柳玲玲叮咕娃娃亲 现在约定时间已到她一定要娶柳玲玲做媳妇 哪知柳山海表示她对这是不知情 柳玲玲也说那时候她才11岁 对这些事情不懂根本就不算数 这白毛听到后竟大言不惭地说要和柳玲玲私奔 你真是厚颜无耻 少看点肥皂剧 没看出来柳家不愿意 这凡人玩意终于灰溜溜地走了 还不忘对我撂下狠话 饭后我与柳山海的商谈很是顺利 我负责技术 柳家提供一切原料和场地并负责销售 利润我占七成 销售成本不在利润里扣除 看来这柳家对住严丹信心十足 柳山海竟送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给我 以答谢我就柳玲玲的恩情 这对于租房住的我来说真的无法拒绝 我的逆袭之路终于要开始了 一个月后我和发小刘希奇一起开了家公司 当初和他说的一起建立商业帝国的目标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他说我研制得住严丹以火爆全球 西穴道只有拍卖才能获得 这柱严丹才只是冰山一角 我这里的好东西还多着呢 糟了 忘了今天柳玲玲要陪我一起去买车的 我说买个造型拉风价位七八十万左右的车就可以了 柳玲玲却执意要我买个两百万起步的 如果钱不够他贴钱 真的无语了 纵然我现在有几百万身家也经不住这样造呀 关键是还没有现车给明天才到火 跟他讲道理他还不听 这强势的驾驶 哎 到底是谁买车 又不是我媳妇 管得还真宽 谁在喊我的名字 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是说要明天结婚的前女友吗 我是来买车的 我可不是销售员 哈哈哈哈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就凭你一个打工仔也买得起 真是物以类巨人以群分 年纪轻轻进去找这么一伙 这货还说我一辈子买不起这台车 他们两人准备买一台去小树林游玩 细看之下我发现他身上有一股浑浊志气 可惜了 这去了小树林估计也不好玩 谢顶大叔 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去什么小树林了 看你的样子大概三个月了 赶紧去看医生吧 看他们这表情就知道我说的不假 这谢顶大叔竟脑目的跟我说 有本事明天开上豪车带上女朋友去参加他的婚礼 他要看看我的女朋友如何的脖色添香 你们这俩货的婚礼我会去的 今天先祝你们在小树林玩得开心吧 如果你刚提到人生的第一台限量跑车 你会什么反应 此刻的我看着眼前的豪车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昨天刚被前任女友一顿嘲讽 今天准备去她婚礼上找回颜面的 却突然发现自己还差得临时女友 这笑话柳林估现在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她家干嘛 我哪里有空去她家 有这种事 速度过来 姑奶奶在家等你 等一下 我话都没说完就挂我电话真是让人抓狂 刚到柳林估家就让我看得有点挪不开眼 你们三个美女这身精致打扮是要干嘛 原来是要一起去帮我找回厂子 但也用不着三个人出动吧 上次我帮柳林估当了回挡箭牌 这次她竟毫不犹豫地答应做我的临时女友 果然豪车与美女的搭配到哪里都是焦点 柳林估一到婚礼现场就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亲爱的快点 柳林估这就开始眼上了 来得急啥急 怎么突然觉得我俩如此般配 看这俩货的表情就知道被震撼到 还在那里一唱一喝地说我打肿脸充胖子 切 好戏还在后头 嘲讽我倒还无所谓 竟还说三个美女是我花三百元一天租来的托 我只能告诉这俩或这三位美女 她们一味都得罪不起 谢鼎男产妹地喊着自己的上司 却直接被无视 下一秒内上司竟直接跑来握住柳林估的手 原来去年柳林估的父亲主持古都商会时 两人见过面 这一幕直接就把前任和谢鼎男精的面目争鸣 柳林估向她介绍说我是她男朋友杨一云 没想到她竟知道我就是助颜丹的研发者 为什么我是研发者的事情别人都会知道呢 柳林估说她父亲只把助颜丹销售给权贵 自然别人就会打听我的消息 我的大名现在只有上留圈子的人知道 谢鼎男的上司直接让她向我和柳林估赔礼道歉 显然她并不想相信这一事实 说我是骗子就要跟我动物 就她这拳打在脸上我都不带懂的 我内镜外放直接就可以振飞她 认清现实吧 我现在和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是你触不可及的存在 没想到这接骨眼上一金发男竟叫我助手 她和谢鼎男打着招呼说要替她出头 她竟看出来了我是内镜外放是个练家子 突然飞升一跃就向我袭来 我双手马上隔挡住她的攻击 但她力气真的好大 这力道让我飞出好远 不过想伤我没有那么容易 稳住身形后我质问她是谁 她说她是古都为数不多的古武者之一韩晓三 这古武者是什么东西 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我这可不是拖延时间求饶 古武者是什么 我堂堂一神仙弟子竟被人骂作土鳖 古武者韩晓三开始给我进行知识扫盲 古武者是华夏古武家族的嫡系 戒律森严 传男不传女 也分流派和等级 等级一次从明镜一层到明镜九层 达到一定等级依靠内力就能轻易碎石断幕 如果达到明镜九层会被称之为小宗师 明镜九层之上就是暗镜层次 修炼到暗镜层次非常艰难 千中无一的几率 内力也会发生巨变 这韩晓三仗着自己是明镜五层的实力 静叫嚣着让我跪地求饶 我修行师父传授的功法已经达到了练齐一层 也不知道在古武者的境界里算什么水平 说再多还不如直接领教 韩晓三又向我猛地踢出一脚 这力度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看我没有还手他竟又来一脚 糟糕 身后是一处墙壁死角 我只是叹息刚买的阿玛丽西服要弄脏了 这家伙还大言不惭地说不过如此 我想他肯定是弄错台词了 这话应该由我来说 古武者的实力我已经摸清了 看他那错愕的表情就知道他害怕 他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师父是谁 我用师父传授的五行引体术里的虎式还击他 就会让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墙壁承受不了巨大的冲击力直接被撞过 看到他一个狗肯尼出现在汇城内 众人是又惊又怕 原来明镜五层的古武者也就这点实力 这谢鼎男居然拿兄弟当刀使还真不是个东西 好了 这婚礼铁钉是要黄了 人都走光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我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你们这对奇葩组合还是好自为之吧 不知道柳玲玲为什么突然想着和我来爬山 今天山上的风景在我眼里是如此优美 柳玲玲嘲笑我今天婚礼上打脸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是不是对前任动了恻隐之心 我只是觉得太无聊了 现在的我已不是普通人 我只是为了能放下心中的执念采取前任的婚礼 这样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只有不断变强才能让自己立足于这个世界上更高的地方 才能保护我身边的人 不管修真之路如何艰辛 为了我要保护的人 我都会继续下去 听我说完这些话 感觉柳玲玲的表情是一脸崇拜 她说我以后的路还很长 商界圈子很大 让我千万不要膨胀 我是普通农民家庭出生的 就算以后再发达我也不会看不起任何人 因为我明白生活在社会底层是中什么感受 柳玲玲突然对我说她要出国流血了 好事啊 去哪 法国 我哥也在那边 杨亦云 我走了以后 你会不会想我 帅哥美女呢 我该怎么回答他 我走了以后 你会不会想我 如此美女问你这话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 面对柳玲玲的问话 我惊一失欲色 她是商界大佬千金 我是普通的农村娃 纵然现在靠研制的仙药柱 研丹赚了点小钱 但我不敢奢望太多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打破了这干大的氛围 柳玲玲因地面太滑 一不小心就崴到了脚 还好我动作敏捷一下抱住了她 女人就是麻烦 我只能公主抱了 再找个附近的酒店帮她处理下脚 你这脚我都揉了好 一会了还让我揉 好吧 那我加大力度让你好好享受下 屋外好像出车祸了 我得出去看看 柳玲玲这表情 好像我一去不复反噬的 原来是撞车后 驾驶员卡在座位上下不来 修炼的功法 让我一眼就看出她的伤气 三处骨折加上胸腔内出血 堵住了气管 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威胁 您让开下 我可以救她 突然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伤者的父亲猛地抓住我的手 不让我靠近 在伤者母亲的劝说下 终于同意我十九 先用经脉十三手把淤血逼出来 再用真气疏通气道和止血就差不多了 好在脱离了危险可以等救护车来了 这伤者父亲身上的煞气真的太重了 手上一定粘过不少人命 一番交流才知道原来他是明军人 以前参加战争杀过不少敌人 临走时他应要塞一张明片给我 说以后要报答我的舅子之恩 他的出现让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在战场上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活着 作为十二节散仙的船人 待以后实力强大 我一定会去寻找父亲的线索 这柳玲玲竟淋着大雨跑过来 刚洗完澡又出来淋雨不等于白洗了吗 他说担心我出事 接着让我继续回答完他的问题 那不废话吗 你去了法国我当然会想你的 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他那勉强的笑容看得我内心有些难受 我其实是知道他的心意的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对不起了柳玲玲 我这样回答或许不会让他越陷越深 晚上回到家里 我又开始抓紧时间修炼功法 柳玲玲父亲送的别墅风水很好 能让我修炼时感受到天地灵气 到第二天早上我的五行银体术已接近大成 但是离练七七二层还有些差距 只有到时候去请教师傅 虽然自己开了公司还靠住颜丹赚了不少钱 但孝子不好当 为了让奶奶安心我没有把这些告诉奶奶 怕她以为我做坏事才赚了这么多钱 我特地让发小刘希奇帮我找了一份普通工作 今天刚好去面试 希望一切顺利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娃 却偶然间成为了神仙的传人 依靠神仙师傅传授的修真界秘籍和功法 我已从一个底层打公仔翻身成为了土豪 更练得一身可以和鼓舞者对抗的本领 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家人 为了让他们安心 我必须找一份普通工作来掩饰 今天是我面试新工作的日子 我向面前的这个男人郑重地介绍完自己 没想到因为是发小介绍过来的 他就说我自己往脸上贴巾 不过就是一个走后门的 我劝他注意自己的言辞 因为我的专业能力在古都就是数一数二的 这货不仅不收敛 还诅咒发小的公司早日倒闭 我只是不想告诉他这公司是我们合伙开的 真以为我这么好欺负吗 我低调不代表我就会任人见他 什么情况 这里怎么来了一只旺财 还似曾相识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身材长相都这么哇塞的美女 原来是之前在公园救过我的谢男 显然他也认出了救他旺财的我 一番沟通才了解到他竟是赵氏公司的总裁 有熟人找工作就是简单呀 听说我是来公司求职他直接就答应了 赵男说一会让秘书给我安排工作 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推门而入说来收拾垃圾 赵男说现在招待客人让男人晚点再来 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刀叫嚣着让他去死 猛的就持刀冲向赵男 你是不是还忘了我的存在 这点伎俩对我来说就是小科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美女行凶 真是不可饶恕 原来赵男刚接手公司的时候 辞退了很多有手好闲烂于充数的人 刚才行凶的男人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害怕还有其他同伙会对赵男不利 我刚好也要去参加同学酒会 就顺便送他回家并约好明天一起吃饭 真是事实难料 世界真的太小了 我就他的旺财 他在救我 我又成为了他的下属 去酒会的路上 我又顺便载了一个同学一起过去 因为送赵男的缘故来得确实有点晚 飞开门就看到了美女笑花柳玲玲 旁边带蓝毛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堆人热情地凑过来问开公司 还有和柳玲玲的事情 没等我开口解释我带来的同学倒先开口了 他说我只是个司机还接送老板上下班 蓝毛听完立马跑过来落井下石 说我一穷屌丝怎么可能开公司和笑花在一起 其他同学听完也冷干下来说我装逼过了头 这世道就是这样没人希望你比他过得好 柳玲玲马上跳出来帮我说话 说我开公司是真 开跑车是真 也确实是他柳玲玲的男朋友 我和柳玲玲说这场合没必要装男女朋友 他说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兄弟 酒会过后我和柳玲玲做着最后的道理 他明天就要出国了 我很感谢他和他的家族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他说又不是生死离别 他还会回来的 看着他坐车远去我内心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可能有时候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吧 希望他在国外一切顺利 再见 柳玲玲 美女总裁请吃饭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和赵男刚出门就碰到两只拦路 这红毛大言不惭地对赵男说他应该陪在赵男身边 赵男却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可我边走边聊讨论去吃什么 旁边这货突然拦住我们的去路 说少爷有话要说 我好奇这两货叽叽喳喳的到底是谁 赵男说两人都是燕京鼓舞世家叶家的人 原来这红毛是叶家少公子叶开 旁边是他的下属老墨 叶开大放厥词地说不管赵男喜不喜欢他 他都将是赵男的未婚服 两人的婚约是两大家族的老太爷定下的 赵男今天必须跟他回燕京 这赵男直接回对他说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更不可能跟他走 两人针锋相对之时 叶开命令老墨强行抓走赵男 老墨动作迅猛直接冲向赵男 眼看着老墨的手离赵男越来越近 你呀真当我不存在呢 这是我老板可不能让你们带走 老墨叫嚣着说要废掉我的腿就挥拳向我袭来 我先接下他一拳试探他一番 好深的内力 不过我还应付得来 这家伙的内力比韩晓三强太多 有可能是明镜七层或者八层的鼓舞者 叶开说没想到古都也有明镜七层以上的鼓舞者 他要来单独会议会我 还一脸猥琐地叫嚣着要把我打餐 再把我俩抓回去当着我的面好好蹂躏赵男 明镜巅峰的实力 叶开纵身一跃就飞速向我袭来 这招式叫做风云掌 速度真的好快 两股强劲内力的相撞引来一声轰隆巨响 我则使出五行引体术中的通闭源权重祭他 糟了 他竟突然抓住我的手臂 我真的太大意了 这膝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都到了这一步 那就怪不得我了 让你尝一下我的内力外防 抱歉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速度和实力吧 你能把我逼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还不是我的对手 都这样了竟还叫嚣着不杀他就让我后悔 我可没有那么傻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以后再来骚扰赵总 我见一次打一次 没想到除了师父所在的修真世界 地球上的古武者也会修炼类似引体术之类的武术 一定有比叶开更加厉害的暗禁武者 我必须抓紧时间修炼到练气七二层 还是只有向师父请教提升的方法 师父告诉我可以将之前获得的500年人生服用一小节 在服下击杀巨蟒留下的蛇胆 就可以突破到练气七二层 可我明明记得当时我都没有取舌胆 原来体内的乾坤湖会自动吸收附近拥有灵气的宝宝 师父说以后这种小事不要去烦他 丢人 离开时他留下一步离火绝功法给我 这竟是达到练气七二层才能使用的修真法术真元礼物 只要真气足够就可以一直使用 风吹不灭 水进不息 还可以随着使用者修为的增加威力不断变大 简直就是毁尸灭迹和偷袭用的神技能 我死死掐住眼前这货的脖子 我真想让他立马去找阳王玩耍 现在知道错了 知道求饶了 再次郑重地警告你 要是敢对我奶奶和妹妹不利 我发誓把你们马家产品 再把你们十八代祖坟挖出来晒晒太阳 求饶这货是古武马家少爷马小六 几分钟前他说我研制的雇员酒里含有小培员丹 要出钱买我的小培员丹配方 笑话 我研制出的都是修真戒先药 对区区凡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怎么可能把配方卖给别人 这货一言不合就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 他们的实力竟不亚于叶开和老木 但对于已达到了练气器二层的我而言 还是太弱了 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得服服贴贴的 马小六这货竟拿奶奶和妹妹威胁我 他们可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是我的逆龄绝不允许触碰 虽然马小六承诺了不会对他们下手 但我还是要回老家古县看看才放心 许久没有回来 古县这变化可真大 这美女突然跑过来问我按不按摩 正规吗 不正规我可不去 肩膀上突然传来一阵阵酸爽 这手法竟然有点类似我的筋脉十三手 说 你这手法从哪里学来的 美女说手法是七叶教的 我要是去他们会所评 我这手法绝对是头牌 眼前这身穿长袍 腰别长鞭的中年人就是七叶 他自爆家门说是古县城 七边之后问我是谁 我告诉了他名字 但我真的没有时间搭理他 没想到他竟知道 我是小培元丹的研制者 看来是马家故意将这事 散播出去给我制造麻烦 什么小培元丹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 居然还玩偷袭 陈大叔你还真不讲武德呀 竟还说不是为了小培元丹 只是为了赐教一番 好吧 那就别怪我出手太重 果然是用鞭的行家 速度真的好快 但想打到我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不就是鞭子吗 让他动不了就好了 纵然陈七边是明镜巅峰的实力 但想把鞭子拉回去 他还真做不到 看他那表情就知道 被我的实力震撼到 我练弃七七二层的实力 可不是虚的 他向我认输我也欣然接受 刚准备走时 他竟说要拜我为师 他的鞭法确实不错 胜过马小六之流 可惜内力貌似有些不足 陈七边说他先祖 因为抵挡古县的土匪 遗失了一半心法 仅修炼剩下的一半 确实发挥不出内力的全部力量 看来这陈七边本性并不坏 其家族也是为古县 做出牺牲的武术世家 如果能将他收入麾下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没想到这老大哥 竟直接就跪了下来 原来他卡在明镜巅峰十多年了 始终无法突破 如果我能指点他达到暗镜层次 他愿意听我拆解 我可以帮你 给你一套完整的心法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得罪了马家 现在我对家人的安全不放心 需要有人去保护他们 陈七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的条件 我告诉他心法不可外传 他诚恳地说没问题 日后他会追随我左右 永不背叛 我告诉他我们也算是各取所需 三天后到杨家小院找我 我会交代其他的事情 如果上天给你修真者的本事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看着面前老太隆中眼睛老花 有老寒腿关节炎的奶奶 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依靠自己的修真本领 让他活得健康长寿 对独自在古都闯荡的我而言 和奶奶妹妹一起吃饭 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奶奶说让我跟他一起 去山上的庙里拜拜 求九天娘娘保佑我和妹妹 以后一帆风顺 最重要的是他要去帮父亲拜拜 父亲失踪多年杳无音讯 但奶奶一直坚信他还没有死 去庙里的路上 我提议让奶奶搬到古都和我一起住 但他舍不得这片故土说要考虑考虑 刚踏入庙门 我身体里的乾坤湖就有了反应 好强的灵力感应 这个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跟随着乾坤湖的指引 我在庙里搜寻起来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出现在眼前 这东西竟跟乾坤湖 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应 妈呀 居然是一件古仙器 师父熟悉的声音出现在耳边 只是这冷不丁地冒出来 真的会吓死人 师父说这股仙器来自修真界 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一定也有修真文明的存在 或许还存在着很厉害的修真者 奶奶以前就跟我讲过 关于和龙山河九天庙的神话传说 难道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师父说这东西是一顶仙器单炉 就是放在修真界 也是会引起腥风血雨的质保 让我快点用乾坤湖把它收起来 我不仅敢叹道 还好我成为了修真者 不然真不知道要措施多少宝贝 这黑不溜秋的东西 怎么看着都不像仙器 师父告诉我 这个级别的仙器需要低血激烈 那就只有先低血试一试了 在闭目运工用真元离火 不断烧向丹炉 突然脑中嗡的一声巨响 脑海中丹炉竟焕然一心 绽放出金色光芒 16个大字赫然出现在丹炉前 原来这丹炉的名字叫太上丹炉 睁开双眼后金色光芒 从破碎的外壳内迸发出来 成了 可以直接开始炼丹了 先为奶奶炼制一个 调养身体的丹药 加入所需的药材后 再用真元离火炼制 不愧是仙器级别的丹炉 炼制过程中周围的灵气 逐渐被炉子吸收 体炼药材精华的速度 更是快地超出想象 就这样就炼成了 而且品质非常好 这丹药都是按照 修真的标准炼制的 不一定都符合凡人 我还是先自己试一下 有没有副作用 丹药入体后产生的灵力 和能量真的太强大 我只能用修真功法 强行进行疏导 好重的腥臭味 没想到运完工后 身上出现一层黏糊糊的物质 这些应该都是体内排出的杂质 妹妹突然推开房门 看到如此情形 变态哥哥四个字脱口而出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为了不必要的误会 我还是去山上的仙女 谈洗个澡啊 没想到上山洗个澡 都会有艳雨 不过这姑娘面孔好生 我们村好像没有这一号人 这姑娘是不是有点太主动了 还请姑娘自重 我已有心上人 这是求而不得因爱生恨吗 我刚转身 她就叫嚣着让我去死 怎么现在的人都喜欢搞偷袭 我岂是那么容易就中招 不过这烟雾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暗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衣服掀开后 竟露出一套紧身打扮 姑娘自爆家门 说是杀手罗刹 什么鬼 为什么我的小象象 突然这么坚挺 罗刹说我中了 他们失门的独门暗器 没花散 只要男人吸入一点 就会导致小象象 持续肿胀 从而最大幅度限制行动 你这要拿去造福人类不好吗 原来她的目的是 让我交出小培元丹的配方 我只能骗她说 我姐姐也不是那么好糊弄 看这拔刀的架势就是要动 没得谈那就只有打一架了 罗刹双手持刀就向我袭来 你以为我一神仙的传人 真的那么好气负吗 就算你是暗尽一层巅峰的实力又怎么样 小看我手中的木棒 是会让你后悔的 什么意思 刚开打就跑来向我求饶 现在求饶是不是太迟了 既然来找我就应该 做好承受失败的后果 糟了 上当了 果然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 罗刹竟在我身旁 使出暗器后逃走 要失明了 这职业杀手比那些所谓的 补物者下三滥多了 先锋助学道阻止毒物扩散 罗刹威胁我说不交出 佩方死的不知我 他还要对家里的奶奶和妹妹下手 找死 老女人你使用如此下流的手段 就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吗 这罗刹女纵横西域杀人无数 肯定是不讲脸面才存活到现在 看到我如此气势 她竟飞速顿走了 她身上的气息都隐秘了起来 我身后的草丛里 好像有一些动静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煞气扑灭而来 你的行动可以隐藏 但你杀过人的煞气太明显了 我不会让你得手的 万法归宗 真原理火 让你也尝一尝我的偷袭技能吧 这火可不是一般的火 风吹不灭 水尽不息 跟三妹真火有的一瓶 这都是你逼我的 怪不得我 毒物在体内蔓延得越来越深了 只有先耗费真气运功驱散毒物 你不该用奶奶和妹妹威胁我 他们就是我的面 青梅竹马的金凤杰怎么也来这里洗澡 没想到来山上洗澡还会碰到她 小时候我一直把她当成我的姐姐 我可不能偷看她洗澡 我这眼睛好像不听使唤 内心挣扎的恶魔在耳边不断怂恿着我 算了 我还是去隔壁池子吧 这水下似乎有什么东西 居然是很多年都没有见过的龙鱼 没想到仙女潭还有这种 不过这体型为什么这么大 水下刚好可以用乾坤造化工里的丙溪数 如果跟着这条鱼或许可以探得究竟 这鱼竟把我带到这么深的地方 眼前突然出现成群的龙鱼 怪不得现在都找不到它们了 原来都躲在这么深的地方 潭底好像有什么东西闪着光 我还是下去看看吧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周围生长着没有见过的奇异植物 一个巨大的不明物种的海骨上 竟插着一把剑 你小子又闯到什么地方来了 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妖领 耳边又传来了师傅熟悉的声音 师傅说这是一条八截蛟龙的海骨 八截蛟龙是比真龙更稀有更厉害的存在 但是实力在五爪金龙之下 海骨周围生长的植物叫龙血草 只有被龙血浸润过的土壤才能长出来 看草的尺寸至少生长了五六千年 这些药草放在修真界都是稀罕的林药 放在现代更是无价之宝 师傅和我都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地球上居然拥有可以斩杀八截蛟龙的存在 糟了 丙溪树的时间快到了 真的快憋死了 终于浮起来了 还顺手抓了几条龙鱼上来 原来池子在水底下是相通的 怎么从金凤姐这边浮起来了 看来是被我刚才的样子吓晕了 还是先把她救上岸 再试着让她苏醒过来吧 我拿起她的手臂往她体内输入真气 她也有慢慢苏醒的迹象 看来确实有效果 在我真气的灌输下她终于醒了过来 我告诉她她刚才晕倒了 是我把她救了上岸 她也认出了我 金凤姐竟说她是专刻男人的煞心 叫我少接近她 我天生就是一个生来与天斗与地斗 逆天逆命的人 怎么会怕什么所谓的煞心 糟了 真是冤死了 我真的只是来洗澡的 没有对金凤姐做任何过分的事情 没想到漂亮的金凤姐也会相信所谓的神医 金凤姐的母亲一直患有严重的腿疾 不知她从哪找来这神棍 吹嘘自己是整个华夏最牛的医生 再看了她母亲的腿后说只能截肢 我一神仙的传人一下就看出了病根 也就是腿部肌肉部分坏死 依靠师父传授的一级完全可以根治 可以让我试试吗 切 就你这神棍也配置于我的能力 给我准备一套银针 我现在就让王仪的腿恢复知觉 金凤姐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说只要我治好王仪让她干啥都行 这表情看着确实让人心疼啊 这神棍竟在后面大言不惭地说 我能让王仪恢复知觉 她就跪下来喊我爷爷 我可不想要这么老的孙子 王仪说金凤姐多次要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来照顾她 都被她拒绝了 她不怕少条腿 就怕金凤姐找不到一个好的依靠 不管我能不能治好她的腿 她都希望金凤姐跟我一起过 我这难道是要白简易媳妇吗 先不说别的 我先帮您治病 施针成镇 一息五针 一气呵成 这神棍又开始说我糊弄人 我问王仪腿有没有感觉 她说感觉脚有点痒 现在只是疏通了血管和经络 坏死的肌肉还需要慢慢痒 每天服用我给的药方 不出一个月就能痊愈 这神棍竟直接向我跪了下来 说她从未见过医术如此精湛之人 笑话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外友人 金凤姐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 王仪不是说把你许配给我吗 我命犯天煞孤星 和我好的男人下场都很惨 你还敢和我在一起 这又是哪个大忽悠跟你讲的 我和铁蛋跟你从小一起玩也没啥事啊 不如在一起去仙女坛洗个澡吧 把什么天煞孤星都洗干净 溜了溜了 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还好昨天在丙溪树的最后一刻 将龙雀草和宝剑都收入了乾坤湖中 晚上在炼制初的丹药辅助下 修炼的速度突飞猛进 自己的修为已经快达到练气七三层 陈七边按照约定的日子来找我了 没想到一修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看陈七边那表情肯定是被我刚才的气势吓到 这老哥静跪下说之前草率地以为我只是暗静舞者 没想到我是先天舞者 你不要这样 我又不是你爷爷 快起来吧 我来给你指点一二 看把这老哥激动得脸都红了 先把衣服脱了吧 然后把这颗丹药给湿了 这惊恶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一个正常的纯情少男 可没有什么羊龙之好 像我要把他怎么样似的 一把年纪了不知道在瞎想什么 我是要给你传输内力助你突破暗静层次 凭我精纯的内力助他突破暗静瓶颈而易举 源源不断的内力输入终于让他突破到了暗静一层 突破暗静的内力气息直冲云霄 惊动了远在仙女坛的神秘人 神秘人斩断罗刹留下的武器 确认了气息所在的方向 好重的煞气 有鼓舞者正在靠近这里 难道是冲我来的吗 交出单方 留你们全尸 这绿毛刚见面就在我这个神仙传人面前装逼 因为他身上的煞气实在太重 我和陈七边赶到村外的小树林时发现了他 狂妄 陈七边大吼一声就挥边甩了过去 这绿毛的动作真的好快 攻击被轻松躲过 他竟又顺势抓住了鞭子 一跃而起后一掌重击陈七边 陈七边直接被打得口徒鲜血 没想到暗静一层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陈七边提醒我说绿毛是暗静四层的鼓舞者 糟糕 我实在大意了 刚才没有去留意绿毛的动向 他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一下就杀到我背后来了 突然一阵挥边声从耳后传来 鞭子缠上了绿毛的手臂让他无法攻击 陈七边拉着鞭子看起来已到极限 他说眼前的绿毛是暗静四层的鼓舞者杀手修罗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他拖住让我先走 我疑惑修罗的服饰跟罗刹的服饰很像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修罗正拖鞭子后向陈七边猛地发出暗器 还好我及时接住 你的目标是我吧 罗刹是我杀的 单方也在我身上 你想怎样我都奉陪到底 原来罗刹是这货的妹妹 怪不得听我说完后怒气冲天 为了陈七边的安全我必须把他引走 这货现在已经杀红了眼 一定会跟着我来的 我已经留下了一颗丹药给陈七边恢复用 本想着尽量把他引出离村子远的地方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赶上来了 修罗的实力果然不容想去 他竟飞速跃到我前面向我发出攻击 强大的力道逼得我不断后退 想伤我没有那么容易 让你尝下我的魅力外放 修罗竟在冲击下后退隐秘了起来 我现在只能勉强招架住他的攻击 看来我练气七二层的硬实力 和捕武者按进四层步相上下 修罗在隐秘处说我和他实力相当 只不过我的实战经验弱得可怜 只有试下用机降法让他现身了 你妹妹临死前和你说过类似的话 可惜他最后还是死无全尸 早知道你会来我应该留个全尸给你 这么一说他果然就上钩了 我估计重施使出真元离火偷袭他 这一击竟被他一下躲了过去 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这么高的警惕性 这修罗果然不好对付 这一躲又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太灵活了 真元离火打不到他 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了 修罗竟说如果我交出小裴元丹的单方 他就不杀我 可笑 你当我傻吗 那你过来啊 我把单方给你 骗你的 杀我妹妹必须偿命 杀手的话果然都是不可信的 不对 这是暗器偷袭 难道我真的要命丧于此吗 这是我作为神仙传人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 杀人无数的西域杀手修罗竟用暗器偷袭我 片刻后 陈七边慢慢走向战斗场地 映入眼帘的是地上圣人的血迹 还有如鬼妹般的身影 毫无疑问 作为主角 我活了下来 而偷袭我的那个家伙已经挂掉了 陈七边看着被煞气环绕手持绑剑的我 心中感到无比震惊 竟对我说 好强大的绑剑 大宝剑 什么大宝剑 伤都没好就想着去大宝剑 你的伤势怎么这么重 我不是给你留了丹药吗 陈七边竟说丹药太珍贵了不舍得吃 不吃还我 这丹药对我来说不就是一炉子的事吗 陈七边吃下丹药后 伤势立刻恢复大半 只要你追随于我 吃丹药不就跟现在高风险地区做核酸检测样呢 这老哥竟激动地单膝下跪 说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 这就严重了 现在只要保护好我的家人就可以 我就知道他会问我怎么把修罗给灭了 其实是我在修罗以为要得手之时 瞬间从乾坤湖中召唤出宝剑 反过来阴了他一波 不然我也就凉凉了 但我只能告诉陈七边说 是修罗逼我使出了那一招才干掉的 我说我想出资把村子改造成艺术村旅游景点 他问我是不是想把这里作为修炼的根据地 在这里扎根发展自己的补武势力 这脑回路真是没水了 我只是单纯地想保护村里的一介儿 不过这里的灵气确实比较浓郁 周围的和龙山还有仙女坛的遗迹表 这里还有许多的宝物没有被发现 确实为驻扎修炼的不二之选 陈七边说这个投资花费可能非常大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靠住严丹和裴员九赚了多少钱 你看这么多够吗 看到我95亿的欲罗 这老哥静下地跪了下 说小瞧了我 要给我道歉 我说真没必要 钱多又不会写在脸上 陈七边说他家族里有工程队可以为我效力 那最好不过 这里面预算随便用 修真之路困难重重 现在终于可以拥有一方修炼宝帝 回来古县几天 居然有点想我的美女老板 此时在古县的和龙山上 一个不明生物正在鬼鬼祟祟地注视着什么 这不是我养的小雕吗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见过这么坑的师父吗 竟让我钻进马桶里 师父你确定没有吃错药吗 进去是不可能进去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去 我那开启了灵智的小雕 怎么可能在这里面 你这死老头竟然因我 原来这马桶口还真是一个传送口 我竟然来到了乾坤湖的内部 这里仿佛是一个室外桃源 之前采摘的药材都被种在地上 只是这内部空间比较小 看见这吃货小雕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害得我钻马桶下来找你 你喜欢这里就待在这里不要乱跑 再乱跑信不信我顿了你 但我的威胁对它一点作用都没 它竟在我去仙女潭洗澡的途中 逃到了和龙山上 此时的小雕正在计划痛扁两只猴子 然而结果却是被猴子一招制服 两只猴子打算把他带回山洞打牙记 小雕就这样被五花大绑 终于找到这让人又爱又恨的小家伙 这些猴子可真会玩 下次再乱跑可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奇怪 这山洞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酒香 怪不得这小雕要往这里窜 没想到山洞深处居然是一处遗迹 是什么人竟然死在这里留下一海 前辈误怪 晚辈无心闯入 多有打扰 我话音刚落这一还竟慢慢消散殆尽 这衣服却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 一块绿色的玉石压于衣服之上 有缘者可一观预见七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我不正好就是这个所谓的有缘者吗 突然一股强烈的意识流涌入脑海 意识空间内一名男子立于我的身前 他自称来自山海界的炼丹师司空园 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寻找灵妖姐自己身上的 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与命于此 他留下了三个丹方和一些临时给有缘人 希望有缘人能去山海界的冰雪神宫 找到一个叫下馋的女孩 告诉她不要想报仇的事情好好活下去 尼玛 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什么山海界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又是什么操作 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涌入体内 整个人都头痛于猎像要爆炸一样 原来三个丹方和临时藏在石座下的暗格里 这些临时看起来都价格不符 还没把玩一下就被吸入了乾坤湖中 乾坤湖的内部空间居然变大了 师傅说这是两颗下品临时和一颗中品临时 中品以上的临时可以让乾坤湖升级 而石座上的衣服是下品零衣 对我来说也是有用的宝物 你这老头也太贪了 连别人衣服都不放过 我还准备给他立个墓碑呢 这里的药材倒是可以带走 还有这含有灵气的酒也要想办法带点回去 不然放在这里也太浪费了 谁会这个时候给我发消息 居然是之前的神棍 他怎么绑架了金凤姐 我美丽的金凤姐一定要等我 青梅竹马的金凤姐竟被绑架了 她被捆绑在椅子上下的浑身颤抖 一个猥琐的男人拿着注射器慢慢向她靠近 蓝色的液体从注射器内移出 金凤姐吓得花蓉失色眼泪打转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男人看到这一幕却更加兴奋 趁就你的人还没有来 我先陪你再玩玩其他的花样吧 男人舔着匕首说上面涂满了毒液 这二货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下一秒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男人突然又醒了过来 对金凤姐说 骗你的 这拙劣的演技看得金凤姐以为她是脑残 看到金凤姐居然不笑男子气急败坏 举起匕首说 看来只能让你哭了 金凤姐听完心都凉了半截 然而下一秒 怎么样 这洋葱的滋味可以让你哭了吧 尼玛 这货肯定是宋小宝的徒弟 我终于找到关押金凤姐的地方 金凤姐眼含泪花的模样 看得我好生心疼 你这畜生到底对金凤姐做了什么 掀持我一击重拳掌点教训 就这点实力竟也敢绑架金凤姐来威胁我 没想到这货这么抗打 还知道我是暗尽四层的实力 又是一个让我交出培员单配方的人 两股真气对抗的瞬间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他摘下伪装的面具说我不该小瞧他 这货的实力不容小觑 静一下就击退了我 这货终于露出了真容 居然是和修罗兄妹一伙的杀手 他叫嚣着让我交出单方 不然就让我和中毒的金凤姐全部死在这里 做梦 你也不要太小瞧我了 竟然轻轻松松就躲了过去 这什么东西 飞过来缠绕到了我的手臂上 太阴险了 居然是丝线 这货叫我不要挣扎 说被他丝线缠到是无法挣脱的 很多的高手都死在这丝线上 那我倒要试一试 这质量也不咋的呀 怎么会突然响起一声枪响 糟了 杀手都这么喜欢搞偷袭的吗 这个手持沙漠之鹰 身材凹凸有之的小姐姐 会不会让你有心动的感觉 他可是杀手组织古花堂成员王毅林 就在刚刚他开枪偷袭了我 遭受枪击的我应声倒地 金凤姐哭着呼喊着我的名字 他却和另一成员程百千在一边扯着独子 原来干掉我是他们两个此次的任务 金凤姐声泪俱下的怒斥两人是杀人恶魔 两人说任务已完成也没有必要留下他 程百千猥琐地对金凤姐说 要不我们再来玩一玩 说完就开始直接上手 金凤姐无助地挣扎和呼喊着 拿命来 我一声怒吼吓得程百千滚叫 是个男人就来场硬碰硬的对决 真以为我好欺负 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死 那个偷袭我的妹子已经被我打晕了 先来试探下程百千的真正实力 哎呦 不错 动作一气呵成 你妈 真是不讲武德 拿起枪对我就是一阵吐吐 这子弹我都懒得躲了 纵然是专门对付鼓舞者的子弹 结果都是一样 对我造不成伤害 不要惊讶 我练的可不是什么铁布扇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好好掌掌剑士 穿上灵衣 拿出大宝剑 这样才好玩 见此情景的程百千心里恐惧万分 哥哥曾经对他说过 如果碰到不怕子弹的鼓舞者 哪怕牺牲掉自己的一些肢体也要逃命 既然想杀我 那你一定做好了承受后果的准备了吧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就算你是古花糖堂主的弟弟那又怎样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手中的大宝剑早已饥渴难耐 放心 我会把你们的古花糖一锅端 糟了 没想到这王一灵这么快就行了 竟还看出来我的衣服和宝剑是不俗之物 威胁我丢掉宝剑脱掉衣服 否则就欲试俱焚 不就是要看我的人鱼线吗 我脱就是了 只有先顺从了 实在不行就把师傅召唤出来吓吓他 我这胸肌还可以吧 这面露娇羞口水直流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干嘛突然让我停止脱衣呢 看他这反应 难道他怕这个 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的弱点了 那就再让他看看我的巧克力腹肌 看来这效果是达到了 这杀手小姐姐也太纯情了 连男人的肉体都没有见过吗 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还是留他一命吧 也算是给古花糖下个战书 我一定要把他们一锅端了 美丽漂亮的金凤姐现在躺在我的床上 痛苦的神情表明他确实是中毒了 中毒的症状还在慢慢加深 我得尽快帮他解毒 这到底什么情况 金凤姐竟突然爬了过来 还把我推倒在床 这场景怎么有点似曾相识 之前帮柳玲玲解酒的时候也是类似的情景 我可是修真传人 这是不会诱惑到我的 金凤姐你先起来再说 我帮你解毒 这手臂突然滑了一下 脑中竟浮现出采摘大西瓜的场景 可恶 差点滑入罪恶的深渊 我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能不能不要这样考验我 我必须静下心来去除杂念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所做的事情只是玄乎济世之举 金凤姐中的毒比我想象中还要深 看来要花上点时间 画面一转来到了杀手组织总部古花堂 大殿上 逃回的王毅玲跪在地上汇报失败的情况 他说堂主的弟弟成百千已被我所杀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会凭空召唤物品 身上的衣服也可以抵挡子弹 然而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堂主成百万 一把匕首飞速飞来 王毅玲看着眼前的匕首恐惧万分 这是让他自裁 他祈求成百万给他一条生物 并承诺五日内一定除掉我为他弟弟报仇 突然他取出一颗药丸果断吞下 此药丸名为伏骨丹 五日内没有解药就会毒发身亡 他这是拿自己的命做赌注 此刻成百万也领悟到了我留王毅玲活口的目的 回到古都后我找到发小刘希奇 我决定把我是修真传人还有乾坤胡的秘密告诉他 向他展示完我所修炼的修真功法后 我询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上修真之路 看着表情就知道没有反应过来 不要问我为什么选你 我选你的理由你心知肚明 三年前你去当兵的那天偷偷找到奶奶 把打工的积蓄都交给奶奶说为我补贴学费 那天我躲在墙后目睹了一切 我知道你为了存那些钱把烟都戒掉了 从那时起 我就暗自发誓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好事绝不能少了你一份 我们合伙开的公司在你的打理下也飞黄腾达 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我给他喝下我从山洞带回的有灵气的酒 他体内立马生成灵气 这也算是达到修真的门槛了 现在有不少人对我们的生意虎视眈眈 习得修真之术让我们一起打天下 终于见到了我的美女老板 不过这气氛好像有点不对 这个身穿制服 兄别手枪 英姿飒爽的小姐姐正把我盯得死死的 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看来是我肤浅了 冲过来就说让我束手就擒 还想把我过肩摔 就算你是黑带酒断那又怎样 我堂堂一神仙传人底盘吻着呢 这不由分说就给我靠上又是几个意思 还说什么我与公司古话背道有关 平直觉抓我绝对没有错 你以为你是名侦探柯南吗 直觉个毛线 警官 你可不能随便抓我 使劲拉吧 反正你也拉不动 我回股线只是回家探亲 可不是回去消脏 我说了我是清白的 哎呦 不小心有点用力过猛了 是你的软绵绵自己靠过来的可不能怪我 难道不知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吗 这样蛮不讲理的小姐姐 我可不会惯着不能动了吧 失礼了 这胸前的扣子竟突然崩开了 旁边这几个人的反应也太大了 小姐姐竟羞愧地跪了下来 嘴里嘟囔着 把鼻 我已经架不出去了 完了 我竟得罪了古都刑警大队队长 还是先溜之大吉 可恶 到底是谁偷了古话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能在肇事集团偷到得手的人肯定不简单 还是边修炼边想办法吧 也顺便研究下四空元给我的原神经 这原神经一共九层 第一层是将精神力转化为神识 简单说就是用意念感受周围的一切 就像扫描一样 修炼的等级越高 能扫描到的范围和内容也越多 刚修炼就扫描到了隔壁小姐姐在洗澡 可恶 都要洗完了 好想看正面 神识扫描再远一点的话就可以了 迷马 如花什么时候住我隔壁了 昨天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算了 还是炼制下四空元给的单方吧 炼完后再去案发现场看看 奇怪 这乾坤湖怎么突然有了反应 画面一转 两个鼓舞者正在欣赏着到来的古画 两人还互不相让地吹嘘着自己的功劳 两位的技术确实让我佩服啊 我冷不丁的一句话让他们好像看到了鬼 这俩或说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今天绝对不能留我活口 说着就要开始跟我动 就这实力在我面前还是狠菜 怎么找到你俩的你们不用管 但你们确实把我害得好惨 其实这一切都是小雕的功劳 之前小雕貌似是嗅到了什么 自己从乾坤湖中跑了出来 带我一路走来找到了他们 问他俩是谁指使的 他们说有职业操守坚决不说 刚刚交手发现他俩实力不俗 如果收入麾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能够帮鼓舞者提升层级的脆体蛋 应该能诱惑到他们 这效果可比培元丹强几倍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灵药 只要告诉我幕后主使就可以暗示提供 原来两人分别叫唐龙和古思洛 是受鼓舞叶家所顾才偷去古画 又是这叶家 这些找我麻烦的叶家 马家 古花糖 我都要一一产瓶 这个面容丑陋的小姐姐 正疑惑地盯着一颗药丸发呆 这颗药丸正是由我这个神仙传人亲手炼制 现在的拍卖价格是2000万 小姐姐的土豪哥哥刚刚跟我打 说如果药丸有效 他将花五倍的价格买下 有冤大头给我送钱 我何乐而不为呢 只见小姐姐猛地将药丸塞入嘴中下咽 拍卖会上的众人屏住呼吸等着看好戏 严重烧伤的脸竟在慢慢复原 转瞬间就变成了一张精致漂亮的锥子脸 小姐姐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出一两千万给我一颗 众人一下就开启了抢拍模式 想吧 我可是一练一炉子 你们两个老男人也想买这柱颜丹吗 那玩意吃了对你们作用不大 这是金龙丹 吃下它可以让你们成为男人中的男人 算是给两位的福利吧 两个老男人吃药的速度还真是迅猛啊 是不是感觉身体一阵躁动 此刻他们看到彼此都是英俊帅气令人心动的模样 尼玛 我就没想着让你们现在服下 两人竟还现场打起了扑克 明天的头版头条绝对是他们俩 会场外突然飘来一股带奇异香味的烟雾 美女老板赵楠突然说他有点头晕 刚搀扶到旁边就晕了过去 这烟一定有问题 周围的人除了我居然都晕倒过去 看来这个烟对你没用了 顺着声音望去 一个面具人立于屋檐之上 好快的速度 一眨眼的功夫就闪现到我身前发起猛击 这人真的太强了 是我目前碰到的实力最强的鼓舞者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不会弱于我 三番四次找我麻烦 既然你这么想死 我就成全你 体内的真气全部外放 再从乾坤湖中拿出我的大宝剑抵挡攻击 没想到这人竟打得我接接后退 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你的煞气太重了 这样下去你会走火入魔的 而且你不是他的对手 身后竟传来一个小姐姐的声音 还用手直接拖住了我 这又是哪个厉害的小姐姐 靠近我的时候竟完全没有察觉到 她说面具人是古花糖分多的糖煮成百万 实力在暗镜五层左右 从内力上看我只有暗镜四层 没想到我的练气七三层只相当于 补物者的暗镜四层 他这么肯定我不是对手 这说明暗镜四层和五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独孤无情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我劝你识相点 话音刚落 成百万就飞速向我袭来 独孤无情直接把我推开抵挡住攻击 下一秒抽出利刃霸气等挥斩回击 成百万被重击飞了出去 刚落地 独孤无情就跃起迎头批斩过去 强大的剑气只让人瑟瑟发抖 你为何要和我作对 成百万口吐鲜血有气无力地询问 独孤无情说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成百万要杀我 他就先杀了成百万 突然他面露痛苦地瘫倒在地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小姐姐究竟有什么目的 这个手持荒骨太刀 身材凹凸有致 黑纱遮面的小姐姐说要保护我 然而下一秒他却瘫倒在地 这刚来的桃花运不会就这样没了吧 独孤无情痛苦地咬紧牙关冷汗直流 身上似乎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半边脸颊竟全部慢慢被黑斑覆盖 还是先把他搀扶起来吧 这什么情况 他的手居然像冰块一样了 身体发冷 脸也变成了阴阳脸 这难道就是他有求于我的原因吗 没想到你这玩意还没有被去除 成百万边说着边站了起来 他身体周围迸发出血色的真气 叫嚣着说他现在开启了血印状态 以独孤无情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用临时感应到他的内力正在暴涨 这技能还真是变态 如果独孤无情是暗境八层的实力 成百万现在至少达到了暗境七层 独孤无情告诉我成百万修炼的是血印邪术 受伤越重则实力越强 他就算舍命也会保我周全 太感动了 这是第一个说要拿命保护我的小姐姐 两个实力强与我的鼓舞者互相扬言要灭掉对方 一场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然而下一秒 独孤无情竟直接晕倒过去 现在的小姐姐都是这样不靠谱的吗 这可怎么办 对暗境七层完全没有把握能力 实在不行只有喊师傅出来帮忙了 这货的实力瞬间提升真是出人意料 现在又叫嚣着让我交出单方留我全尸 哈哈哈哈 我发现我真的是个天才 这货嘲笑我傻笑像个疯子 不要好奇我手上的药丸是什么东西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是可以瞬间提升实力的密药 这货听完就想飞身冲来阻止我 这要吃下三颗身体可能承受不住 但迸发出来的内力应该非常强烈 只能赌一把了 这强大内力散发出的光芒是不是闪着你的眼 我感觉我全身充满了力量 别以为只有你可以瞬间提升实力 我这个也不赖吧 你弟弟都栽在我手里了 今天你也会有一样的下场 看这亚麻呆住的表情就知道被震撼到了 有两把刷子 我们还会再见的 成百万说着就开始后退 别跑啊 我们来大战三百回合 逃跑还放个烟雾弹有必要吗 这货终于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不愧是姐姐选中的人 你有两把刷子吗 身后不知道传来哪个屌毛的声音 别催我说话 我现在压根就不想理你 催你妹啊 你知不知道爆发真气吓人是很累的 还好强行装逼把那户户又走了 感觉自己都要暴体而亡了 原来这屌毛是独孤无情的弟弟独孤鬼 这独孤无情终于也醒了过来 果然他就是因为脸上的黑斑有求于我 黑斑是他在峨眉禁地中的一种寒毒 实力越深后寒毒就会侵蚀越深 偶然间他发现了我研制的蛀眼蛋 服用后可以压制黑斑蔓延 也可以减弱身上的寒毒 今天他救我一命就是希望我能帮他去处寒毒 看他这楚楚可怜的母娘 我到底该不该帮他 这个身材被棒的美女跪下来求你帮他 你帮还是不帮 关键是他中的毒太诡异了 就连神仙师父的典籍里都没有记载 这毒确实罕见 不像是地球上拥有的毒 耳边突然响起师父熟悉的声音 他接着说我有一些奇怪的运气 我都差点被干掉了还有运气 原来我修炼的乾坤造化功 可以将他体内的毒气炼化成灵气 但具体怎么做呢 这死老头竟卖起关子说要我做出一些牺牲 不会是要我一命抵一命吧 他说要我牺牲色相 只有与毒孤无情双修 才能吸收他体内的寒气就他一命 这完全没问题啊 我可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纯情少男 这种舍己为人的事 我怎能做事不管 但以我现在的境界还无法炼化寒毒 只有达到炼气七五层才可以 目前只能使用营养五行针 帮他暂时压制寒毒 还必须一周三次 这样我就可以把他留在身边了 还能让他保护我的安全 这主意真是妙呀 双修这档子是现在是没指望了 只能先带回家帮他 试针压制体内的寒毒 无关人事还请回避一下 独孤小姐为了试针方便 先把衣服脱了吧 这也太直接了吧 我可没有非分之想 我要试针了 还请你做好准备 看这冷汗直冒的表情是在害怕吗 放轻松 只是针灸而已 尼玛 这什么情况 刚要试针就抓到我的手臂动弹不得 好吧 第一次没有准备我理解 这又是闹哪样 我还没扎下去就开始给我挡住了 要不是看到你身材这么好的份上 我真想一走两只 你压的 这完全是在考验我的内心 什么 成百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果然上当了 还怕治不了你 独孤姑娘 你软硬不吃 我养某人失礼了 迎针刺入后背 独孤无情静舒服地叫了起来 我就知道这沙雕会误会冲进来 没看到我这是给你解作正经的针灸吗 房门都被你撞坏了 你这沙雕要赔钱 第二天回到公司时 两个前台小姐姐敬叫我经理 这真的是在喊我吗 美女老板赵南突然出现 他说住严丹的拍卖 让公司赚了不少钱 古话也是我找回的 给我升职成经理当之无愧 刚升职就要拉着我去开会 不过这会议室的气氛 似乎有点不对 原来是赵南的二叔 千里迢迢大驾光临 他质问赵南 是不是因为我才和叶开撕毁婚约 又是这三番五次找茬的叶家 赵南说他根本不喜欢叶开 这是他也没有权利的 这老家伙听完气得拍碎了桌子 他说我短短时间就招惹了 古武叶家和马家 赵南和我在一起是失去理智 这老家伙竟是暗精六层的古武者 他们可不配杀我 多次找我麻烦都被我斩于马下 你不要太小抗我了 说不定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这种场合我可不能丢了面子 这老家伙听完就叫嚣着说要教训我 我肯定是打不过他的 只有借用师父的神识一用 帮我压死这老家伙 废物 被吓到躲都不会躲了吗 话音刚落 就没了 此刻这个拳头离我帅气的脸只有0.01公分 但是一秒钟之后 这个拳头的主人会彻底地被我征服 因为我这个神仙传人决定搬救兵 虽然我之前装逼无数 但面对毫无胜算的对决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向神仙师父求救 师父给我加上他强大的神识 看吧 他立马就向我下跪了 还祈求我饶他一命 就连我的美女老板都露出花痴的表情 这个身材凹凸有致 有着一张网红锥子脸的小姐姐 正是我的美女老板赵楠 几分钟前他当身我做公司经理 他二叔却说他被我的帅气迷糊 就要动物教训我 别一言不合就想着动手 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他 赵楠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要再逼他做不想做的事 下次再找我麻烦的话 不管是你还是什么业家马家 我定斩不饶 看他满脸恐惧冷汗直流的模样 铁定是被我彻底征服了 他可是暗尽六层的高手 我这神仙师父的神识还真是管用 虽然我每天修炼 但是我的境界也只达到 炼气器三层中期 主要是因为地球上缺乏灵气 才导致修炼速度异常缓慢 师父说他现在只是原神残魂 刚才动用神识导致元气大伤 他原来所在的世界 三个月步入金丹七的一抓一大把 必须寻找到灵气充裕的灵脉进行修炼 我那贪吃的小雕很有可能是一只寻宝兽 说不定还可以通过单方进行境界 神识只能唬一下人类舞者 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时就照不住了 师父说的话太对了 我不能总是依赖他 要尽快找一处拥有灵脉之地长久修炼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第二天我就带上独孤无情去满别墅 前台看我一穷酸样就把我推给一个新人 身材如此这般的小姐姐确定是来寿楼的吗 这小姐姐还真诚实 她告诉我要去看的别墅在传闹鬼 已经换过好几户人家了 干我换一栋 我可不怕什么鬼 只有这栋符合要求 刚好坐落在灵脉上 不管怎样我都要去看看 这栋中式别墅看起来还挺气派 但确实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这别墅真的有问题 带着两个妹子在别墅内走了一圈挺正常的 只剩下一个底下酒窖没有查看 这是什么东西 地面上竟有这么大一块复杂的图形 难道是师父古籍里记载的阵法 身后怎么感觉有些动静 你妈 什么东西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管那么多了 先动手先发致忍 敢笑我 揍死你呀的 这妹子也太狠了 竟扛了这么大一个木桶过来 妥妥的物理驱鬼 搞了半天是独孤无情的弟弟独孤鬼 这会一路跟踪我们到这里的 师父说这阵法很少见 可不是普通阵法 这是一个守护阵 隐约可以感觉到阵法下有灵气波动 应该有一座古墓在下面 不会真的有坟墓吧 难道我以后要在这上面修炼 地窖上面竟突然传来充满恐惧的声音 听起来有点圣人 什么人跑到这里来了 不管那么多了 先去看看情况再说 这个手持沙漠之鹰 身材凹凸有致的小姐姐 会不会让你有心动的感觉 她可是杀手组织古花糖的成员 此刻她却跪在别墅的角落里瑟瑟发动 嘴里不断重复地说着无意冒犯三个字 她竟跑到这里来追杀我 但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难不成这别墅里真的有什么东西 独步悔着大冤种说如果真有鬼 她要抓一个给我们住住心 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恐怖鬼脸出现在眼前 这可把众人吓得不轻 独步无情见壮力马冲了出去 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她怒吼着挥出几道灵力的剑气 恐怖的鬼脸被剑气打散 但灵石里看到的她却毫发无损 师父也不禁感叹道 没想到地球上还能看到灵体 这可怎么办 我还从来没有对付过这东西 这死老头说教我的东西足够对付她 她不会出手帮我 拨出去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看我的偷袭神迹真元离火 这火可是能媲美三昧真火 只有先用这技能试探一番了 被火焰包裹的鬼脸突然发出阵阵惨叫 上先饶命啊 丘儿知错了 再也不吓人了 这鬼脸竟还会说话 这又是什么情况 只有先收回火焰再说 多谢上先网开一面 丘儿并不想加害愚人 只是想吓走你们 一个古代装扮眼含泪珠的小姑娘 忽然出现跪于我的身前 身体还在不断颤抖 看来是被我的真元离火吓到 原来小姑娘叫吴墨丘是北宋人 死后一直被困在这里 因为知道这底下的地宫非常危险 所以才作惯下走要来这里的人 好家伙 原来是一只活了八百多年的女鬼 师父说她已不是鬼魂 而是经过灵气滋养形成的灵体 如果他懂得鬼修之道 他一个照面就可以灭了我 他和师父的存在类似 都算是没有肉身的神魂状态 师父万年前和一个鬼修大战 若不是他修为身后早就凉凉了 他最终获胜还得到了一部鬼修功法 如果我能收下这个灵体 再传他鬼道之法 日后必定会有意外之喜 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眼花缭乱 这姐弟两人看到我直挺挺地晕倒过去 奇怪 怎么一睁眼会躺在别墅的床上 被窝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相公你醒了 什么情况 这小不良怎么会在我的被窝里 他静又说 你对人家做的事你都忘了吗 不可能吧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独步无情和赵楠突然冲进来怒斥我 连鬼都不放过 你们听我解释 尼玛 原来只是一场梦 好可惜 先找寿楼的小姐姐把别墅定下来 再来处理秋儿的事情 师父把鬼道之法传给了我 还教我一道临时禁术 用作保险 我对秋儿说我传他鬼道之法 领他踏入修针之路脱离阵法 但他要为我所用 为了防止背叛 我会给他施加临时禁术 秋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临时禁术感觉就像是签订某种契约 秋儿的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 真的太霸道了 此刻在古县的上阳村 陈漆边血肉模糊地瘫倒在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手持荒谷太刀 身材凹凸有致 黑纱遮面的小姐姐说要为我赴汤倒火 而我们眼前的敌人是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古花糖 竟敢动我的妹妹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们这群败类有种冲我来 好快 两名杀手转瞬间就杀到了独孤无情身前 一个小日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杀到了我身后 好险 还好我有绑剑抵挡 但这货的内力真的好深厚 抬手一个挥斩就将我击飞出去 实在太快了 还没有等我落地 他又飞身越过来向我发起攻击 我居然完全跟不上他的动作 好痛 我讨厌利刃划过身体的感觉 我的大宝剑果然不是俗物 这货的武器已经崩口了 他竟对我的大宝剑打起了主意 你配不上这把剑 交给我吧 这货叫嚣着就杀了过来 休想 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距离的话刚好可以用真原理我 糟糕 偷袭也被躲了过去 他的实力真的不容小觑 你妈 竟然这么强 已经把我逼得无路可退了 独孤无情那边情况也是棘手 他与两个杀手一直缠斗在一起 我竟被逼到这种地步 这货至少也有按进八层的实力 估计和独孤无情的实力差不多 如果他用全力的话就难办了 他的速度真的快得惊愿 来不及反应就一杀到眼前 完了 我已经没有体力躲避了 他的刀竟在离我0.01厘米的时候停住了 看他诧异的表情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什么情况 他怎么一下退开了 原来是师父释放神石救了我 师父说要不是他感觉到了强烈的杀意 我早就凉凉了 接下来必须按照他说的做 先扶下炼制的裴元丹 再汇聚全身真气运转乾坤造化工 此时不突破 更待何时 这祸说我装神弄鬼根本不怕我 又飞速向我袭来 不要感到诧异 我现在单手都可以接下你的攻击 现在该我表演了 先让你尝尝我的大力金刚腿 哎呦 躲得还挺快 再来一激烈波展 看这样子比刚才狼狈多了 终于开始害怕了吗 把我妹妹放了 不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承受不了我练起七次层的满枪怒火 这祸说我们寡不敌众 只要我交出单方和剑 他就放了我妹妹 杀手的承诺都是屁滑 先取了你的狗命再说 让你见识一下我提升后的实力 成百万突然出现挡在这祸的身前 尼玛 一点武德都不讲 居然想两个人一起对付我 这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 两个顶尖杀手竟然围攻神仙的传人 但我这个神仙传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们还不清楚提升实力后的我究竟有多强 成百万妄想让小鬼子去把我的妹妹抓来 这小鬼子讨起命来还跑得真快 休想得逞 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妹妹 又尼玛从背后偷袭 只有把你这堂主仙解决掉了 成百万顺势抓住了我的手 还得意地说抓到我了 看来你这货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是我抓到了你才对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可怪不得我 先吃下我一记重拳 刚好也可以测试下我现在的力量 这口吐鲜血的模样是印证了我现在很强吗 还没有完吧 怎么能轻易放过你 给我滚 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好了 总算收拾了一个 顺势再解决掉围攻独孤无情的两个杀手 他们现在在我眼里都是蝼蚁 你这小鬼子现在也给我受死吧 竟然还跟我说不能杀他 杀掉他后果很严重 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去跟阎王聚餐吧 你已不配活在世上 只能怪你惹错了人 动我亲人的 毕竹之 还好妹妹只是晕了过去 身体并无大碍 这小鬼子身上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能感觉到淡淡的灵灵 却又不是灵石 师父说这是和灵石类似的火焰石 适合不正式使用 还说我在厮杀中突破到了练气七五层 他提醒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 糟了 竟忘了还有成百万这活 这货果然没死 看这血迹应该是受了重伤 应该还能追上他 这血迹到了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难道是躲进了眼前的这个山洞 这下就有点麻烦了 这么多的岔道口 而且成百万的血迹和脚印都消失了 只有用五行引体书来探听一下 声音隐隐地从最边上的岔口传出来 我得赶紧追过去 不过这声音貌似是女的声音 此时洞穴深处 一对双胞胎姐妹花正瘫倒在地 面前两个男人摩拳擦掌满脸色下 其中一个女人怒骂着说两人不会屈服 而且根本不知道什么宝藏的秘密 听他们的对话 这里应该是古花塘的地盘 两个小色佬留着哈辣子准备开始大干一场 两位小友 打扰一下 能否告知我成百万的下落 看来我来的确实不是时候啊 既然你发现了这里 就别想活着出去 废话可真多 我可没有时间听 这小楼罗嘴还挺硬 就是不肯说出成百万的下落 守备在后面就想通风报信 跟这种垃圾墨迹就是浪费时间 这姐妹花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个S型身材的小姐姐突然对我拉拉扯扯的 这类留满面的模样让人好生心疼 她是求我救她的双胞胎姐姐 但姐姐元气散尽已经回天法术 我只能帮忙拖延一点时间 你们还有什么要续的趁现在 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姐姐的手突然抚摸上妹妹的脸颊 不要为难杨先生 看到你活下来 我死也瞑目了 原来他们被抓至此地拷问 是因为古花糖想得到他们家族秘地的宝藏 这姐姐说她走后拜托我来照顾好她妹妹 妹妹撕心裂肺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画面一转来到三日后的古花糖总部 糖主成百万告诉众人要转移阵地 众人却觉得可以合力灭了我 还是先让我灭了你们吧 小喽啰们都是垃圾的不堪一击 现在轮到你这糖主了 血战血长的时候到了 一个杀手跟我谈合作不觉得可笑吗 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搞背后偷袭 跟我玩音的 你还不配 这成百万逃跑还真有一手 眨眼的功夫已和同伙逃之夭夭 想逃跑可没有那么容易 老头提议两人一起迎战我 毕竟两人都有按尽八层的实力 这成百万竟突然向老头出手 既然你那么想打 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拖延下时间吧 你嘛 这个时候还发生内讧 老头叫嚣着说今天要为马家除掉我 要死的话我就成全你 你本就不是我的目标 看来马家的都是废物 我一定要追上成百万这阴险小人 这金银珠宝真是要闪瞎人的眼 成百万这货到底有多少身家 身为堂主竟躲在箱子后面 出来受死吧 留你全尸 这货还真够狠的 居然自断一只手臂来迷惑我 此时成百万已逃出总部 还万分庆幸逃出了我的追杀 他怒吼着说 今天所受的屈辱日后必定加倍奉还给我 无功而返的我回到家看到妹妹依旧没有醒 丘儿突然告诉我说 独孤无情身体状况很糟糕 我可得去看看怎么回事 独孤无情说他内力使用过度 有点压制不住体内寒毒 希望我提前给他施针酒压制寒毒 我现在可以帮你完全去除寒毒 只是这方法你未必能接受 现在只能通过双修炼化你体内的寒毒 结束后两人的修为都会大幅提升 竟然没有听过双修 还真是一个纯情的妹子 寒毒侵蚀得太深了 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 再不采取措施就真的要凉凉了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如果不这样你会死的 得罪了 现在就这个小姐姐的唯一方法是双修 但她竟纯情地说不懂什么是双修 她中的寒毒已经到极限了 再不有所行动就真的要凉凉了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如果不这样你会死的 得罪了 先给她慢慢输入真气阻止寒毒的蔓延 看着神情好像非常享受的样子 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还很抗拒的吗 我那总是出现的很巧的妹妹竟要推门而弄 这可怎么办 独孤小姐这边也是不对劲 想把她掰开却完全掰不动 完了 人类探索宇宙真理的冲动要控制不住 我启号已经点火了准备开始探索之余 突然一只妹丝拉向附近领域靠近 可恶 明明只差一步了 不甘心啊 屋外突然传来劝妹们回去休息的声音 她终于被劝走了 探索之旅叙事待发 独孤小姐突然把我推开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邪妹的表情难道是走火入魔了吗 看起来着实有点恐怖 还是先出去想想办法吧 杨兄弟别走啊 先帮我解毒呀 她竟死死拉住我的手部松开 难道我今天注定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了吗 以下省略一万字 脑洞大开的身世不敢想象 都已全部清除 修为也上涨了不少 没想到我的第一次双修居然是这样 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独孤无情说她会负责的 以后将会永远追随我 他们家族也会保护好我和我的家人 还会给我提供上好的武器和功法 为你解毒是我的义务 以后你中的毒我全包了 独孤无情说通过双修后 我的实力暴涨已经超过了她 可以考虑组建自己的一方势力 现在确实是组建自己势力的最好时机 什么狗屁狗舞家族我都不放在眼里 我会把所有的害虫清理干净 双修过后 我的实力直接从练气七五层连 跳到练气七八层 只有暗境巅峰的鼓舞者 可以勉强和我过手 独孤无情则达到了暗境八层巅峰 体内也因此契机拥有了灵气 最大的惊喜就是独孤无情以后要追随我 寒毒去除后的她简直就是绝世美女 一想到以后 我的生活肯定会爽歪歪 糟糕 思绪飘得有点远 差点忘记了今天的正式 我打算买下整栋的写字楼 大学生买不起 真是狗眼看人低 那就带你们看点好东西吧 做好心理准备 千万不要眨眼哦 我就知道会是这副表情 这里的金银珠宝还有古董够不够闪 区区一栋楼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些都是捣毁古花堂时缴获的 算是一笔巨额的横财 万事俱备 现在就开始书写我的传说吧 这群鼓舞者高手声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 你们所有人使出全力一起来打我吧 敢说出这种狠话的只有我这个神仙的传人 与独孤小姐双修吸取了她体内的寒毒后 我的实力直接从练气七五层连跳到练气七八层 就在刚刚 我对这群鼓舞者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我要改变华夏只有鼓舞四大家族的现状 我将组建一只可以对抗四大家族的第五鼓势力 希望鼓舞者们可以加入我的队伍 我将带他们走向他们想都不敢想的舞者之路 很显然他们对我说的话表示怀疑 不相信我的实力也可以理解 那就只有来一场实战来证明了 陈七边对我的实力深信不疑 她试图说服众人相信我 但这个飞机头说我若不惊风的身板 很难让她幸福 有没有实力碰碰拳头就知道了 想单挑吗 勇气可佳呀 原来是梅花拳十三代传人李大义 她把好了架势就说让我先出手 不然被她秒杀得太难看 看这装逼过头的架势我也就不客气了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强者 我这一拳打出的拳锋都足以秒杀她 当时我的拳头离她的脸只有0.01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注香之后 我将会彻底地放过她 因为她立马认怂并向我拍了一个马屁 马屁就不用拍了 我只想问 还有谁 这是暗镜三层的唐龙和暗镜五层的思路 这是明镜巅峰的路人军和暗镜一层的秋云 没想到四人竟一起走了出来 让他们四个人一起上马 我可没有那么弱 下一秒他们和陈七边还有李大义六人 竟都向我单膝跪了下来 齐声说愿意为我效劳 这就对了 只要跟随于我 我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不愿意的人我也不强求 日后改变主意也可以来找我 我杨毅云在此创立云门 对天发誓一定与兄弟们一起挥洒热血 同甘共苦 只要有我一份的好处 必定就有你们一份 我们将是华夏舞者行列新的主干 独步无情突然对我说她有一个要求 不会是邀请我打扑克吧 原来是让我收她弟弟为关门弟子 这独孤小姐的目光倒还挺长远的 只是独孤悔这家伙显然是很抗拒 跑到门口就想往外窜 一把利刃冷不丁地就飞了过去 独孤小姐的脾气还真的很火爆 这一番操作也是没别人了 挨了一顿胖揍之后 这小子就在我面前叩拜起来 这一下倒把我给整不会了 独孤悔明显就不是很愿意 要不再从长记忆下 没想到独孤无情竟向我下跪恳求 只要收下她弟弟她愿意当牛做马 看到独孤无情的份上我答应破例收下你 但是我创立的不是门牌 而是类似公会一样的鼓舞者组织 只能先收你为记名弟子 还有各位不想入我云门的兄弟请回避 接下来我要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是十二劫散仙的传人 今天我要自立门户对抗独舞四大家族 对于不想加入我门下的人 我直接下注颗链 两个沙雕在门口嘲笑我要组建三流帮派 对于这种流言蜚语大家不必在意 好了 总算清静了 接下来 我要让你们见识到我的神通广大 门外还有些人想偷听 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 我释放出的威压就足以让他们瘫倒在地 在场的各位鼓舞者露出惊讶的表情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刚刚只是展开了我的灵石 隔墙有二 接下来的事情万万不可泄露 各位跟我走一趟吧 大家千万不要惊慌 你们所有人会处于一种奇特的状态 好了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这里是我的意识海 可以理解为我的精神世界 外人是无法进入这里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外人也无法执行 从现在开始 我会给你们提供初级的修真点击和心法 这些功法可都是修真界的功法 变成以后实力会碾压一般的鼓舞者 但是绝对不可对外泄梦 否则我绝不侵扰 我也会给你们提供丹药 祝你们体内早日生成灵气 带你们走上不同于鼓舞者的修真之路 作为代价 你们需要忠于我为我效力 我必不会亏待你们 大家在意识海内修炼得非常不错 凭借高悟性 还有丹药和基础心法的帮助 体内都已生成少量的灵气 只要打好基础 勤于修炼 你们甚至可以超越现在的我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独孤悔这小子说自己的力量 和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这才刚起步就吹嘘说以后 要成为华夏最强 完全就不懂什么叫做低调 世界上肯定还有更强大的舞者 据我所知 除了暗境境界网上 还有先天境界 甚至是海外的势力 我们才刚起步 一定要低调行事 如果别人先找上门 那就没有必要客气 我让唐龙 思洛两人保护来古都上学的妹妹 让陈七边担任云门的大总管 回老家上阳村 继续跟进老家的基业 还有进行工会的扩招 大美女无情是众人中实力最强的 则继续跟着我 作为我的贴身保镖间秘书 为了增加修炼速度 我决定在别墅里布下聚灵阵 但是也不敢破坏别墅里的守护阵 因为师傅说过守护阵下面的东西很邪门 那只能在守护阵的旁边布下聚灵阵 低下精血后聚灵阵瞬间开启 方圆石里的灵气全部聚集而来 连呼吸都可以感觉到微弱的灵气 这聚灵阵简直太牛了 这么晚了 秋云美女不知道找我什么事情 她说我就吓她 给她提供吃住又带她修炼 她没有钱也没有实力 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报答我 什么另外一种方式 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桃花运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这个漂亮的小姐姐说 要用特殊的方式报答我 还说她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让我不要见怪 什么特殊的方式 我这桃花运未免有点太旺了 好吧 我先闭上眼睛不说话 该死 我在干什么呢 我都有无情小姐了 但是这根本没办法拒绝啊 这个声音难道是在宽衣吗 还是开启临时探视一番吧 这画面也太有诱惑力了 这谁顶得住啊 先生 我好了 可以睁开眼了 你嘛 看完是我肤浅了 原来是让我看她后背上的阵法 这排列表明这是一个寻宝阵 难道是宝图吗 秋云说这确实是一副宝图 成百万就是为了破解宝图的秘密 才留下她和她姐姐的活口 但成百万一直没有破解成功 秋家也是因为这副宝图被古花糖灭族 她父亲临死前只留下两句相关的试剧 看她楚楚可怜的模样 我怎能做事不管 我一定要宰了成百万只畜生 为避免夜长梦多被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我答应几天后去帮她寻宝 三日之后我们已找到藏宝的大概位置 眼前的石门少说也有几吨重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打开它绰绰有余 眼前一幕确实太让人震撼了 预制的高台上 竟摆放着一台水晶棺材 棺材周围有四大神兽的青铜雕像手部 这下发了 无法得知上面的情况 只有上去查看一番 秋云说她修为低上不去 就在下面等我 好 为保险起见 你不要四处走动 我去去就回 这高台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这上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危险 只不过这关中的遗骸怎么保存得如此完整 仿佛还活着一般 看起来相当的诡异 还是先过去看看再说 这什么情况 脚底好像踩到机关了 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高台上 这青龙雕像貌似有些动静 一股能量冲击波 突然从雕像嘴里迸发出来 还好我反应迅速没有被击中 这杀伤力也太大了 真是让人有点后怕 尼玛 其余三个雕像也开始围殴我 我闪 打不中 我再闪 还是打不中 竟然玩音的 差点就要变性了 要不是我现在达到练习七八层的实力 恐怕早已凉凉了 这边居然有这么多的骨骸 难道都是被这阵法所害 秋云怎么不见了踪影 是躲起来了吗 还是赶紧看看阵法大权里 有没有此阵的记录 原来此阵名为血魂涅槃阵 破坏关中女子头上的阵眼 才能破此阵 这是一个专门收集 想来夺宝之人魂魄的邪阵 关中之人也许只是在沉睡 坐享其成 这种邪阵不能放任不管 趁关中人还在沉睡状态 得把它抹除掉 这是一副透露着 诡异气息的水晶观 关中的遗骸保存的异常完整 躺着的女子仿佛还活着一般 就在我靠近棺材的时候 竟触动了棺材下面的阵法 原来此阵名为血魂涅槃阵 是一个专门收集 想来夺宝之人魂魄的邪阵 只有破坏关中女子头上的阵眼 才能破此阵 身为神仙的传人 这种邪阵我不能放任不管 趁关中人还在沉睡 我得把它抹除掉 奇怪 刚才不见的邱云 怎么会在棺材旁 大事不妙 他竟把阵眼拿了下来 他说感谢我为他争取了时间 事代下来 他的族人都拿这个机关 没有办法 现在他拿到了宝物 他们邱家一定能东山再起 你嘛 因为关中人有可能还活着 何方鼠被胆敢打扰本座修炼 一个女子的声音突然响彻煽动 强大的灵压从水晶关中传来 糟糕 身体居然动不了了 难道关中的女子也是个修真者 而且修为绝对不低 突然一股强烈的意识流涌入脑海 区区炼气漆居然胆敢破我的血魂涅槃阵 坏我修行 这什么情况 四肢被束缚住了动弹不得 居然在意识海中发起零食攻击 这么俊俏的弟弟不该坏姐姐的好事啊 得惩罚你一下 不知道你能不能顶得住姐姐的调教呢 还真是一个神仙姐姐 不过这灵气锁链可困不住我 同为修真者 你难道不为你做的事情感到害臊吗 居然通过吸取别人的神魂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要怪就怪他们太贪婪 我手上的象牙和礼装的只是一些破烂 是他们自己屈之若物送上门来 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一堆提升修为的材料 这个神仙女人还真是人面兽心呀 他说我也是可怜 一个修真者竟被一个女人当工具使 现在她给我一个机会 只要舔她的脚 发誓效忠于她 她就饶我和秋云一命 你这女人居然这么重口味 还真是会玩 我还有更好玩的 要不要跟我回家试试 保证让你欲罢不能 你当真觉得我不敢杀你 一言不合就动手 这女人看来也是一个暴脾气啊 她说看我资质不错 才想着留我一命 不要不失抬决 身为修真者我应当知道顺应天意 我若是殒名于此将会没有任何意义 屁的天意 我偏偏要逆天而行 如果我死在你手里 那么说明我也不过如此 我的师父可是告诉过我 如果是天意难为 那边要把这天道也改写了 修真不仅是成仙 更要成为天道主宰 那才是最终目的 只有逆天是神才能达到天道的顶点 那个时候你便是天 若我死在此处 那说明我还不配成为强者 说得好 不愧是我云天邪的徒弟 我那死老头师父终于苏醒过来了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神仙姐姐 真的太重口味了 居然要我舔她的脚菜 肯饶我一命 笑话 我堂堂十二劫散仙的传人 怎会如此没有骨气 若我死在此处 那说明我还不配成为强者 只是可怜我那逆天是神的师父 今天会失去我这么帅气的徒弟 说得好 不愧是我云天邪的徒弟 太好了 我那死老头师父终于苏醒过来了 区区金丹境界也赶在我面前扳门弄斧 师父巨大的灵体突然出现在异石海中 一只巨手直接就把重口女捏得死死的 臭老头放开我 还是我这师父厉害啊 一出手就把他治得服服贴贴的 原来师父是在燃烧神魂帮我压制他 他让我速速用灵石禁术控制他 这真是个好主意 看我来一个小羊飞血 我这飞血的技术还真是到位 直接就命中没心 现在开始我的表演了 就老老实实承受我的灵石禁术吧 只会痛苦那么一下下 好了 我和他之间的契约成立了 以后他的神魂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很长一段时间为师都将会无法醒来 这次就当是一个教训 以后千万不要轻视女人 没想到师父为了救我又沉睡了过去 我都感觉自己有点坑 有本事你就把我杀了 就算你控制了我的神魂 我也不会去救于你 哈哈哈哈 你没有了你师父 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修真者 都这种地步还这么嘴硬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什么情况 他竟抱着脑袋晃个不停 我还没开始施法呢 怎么就这样了 大仙 求求你放过我姐姐吧 他也是迫不得已裁蛋这种事 这又是什么情况 神情和语气简直跟刚才判若两人 难道是双重人格 先不管那么多 一时还回到现实再说 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秋云竟受到临时攻击的波及晕倒了 旁边还放着从水晶关中取出的象牙盒 得把他叫醒才行 没想到他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象牙盒 这本是你们家族发现的遗迹 只要你开口我定会帮你解开机关 不会拿你家族任何东西 但是你利用我 就表明你没把你自己当作是我云门的人 拿着盒子走吧 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 关中的美女 你也该起来了吧 难道要我扶你吗 小姐姐静一下就从水晶关中坐立了起来 这画面看起来确实有点圣人 吓得秋云直接鬼叫 下一秒就晕倒了过去 语书几千年没有动过了 感觉身体有点僵硬 还请大仙莫见怪 居然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小姐姐 但你这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身材不错的女子 不知在水晶关中沉睡了多少年 她看上去就仿佛还活着一般 你该起来了吧 难道要我扶你 关中的女子一下就坐立了起来 这画面看起来确实有点圣人 语书几千年没有动过了 感觉身体有点僵硬 还请大仙莫见怪 居然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小姐姐 你现在可以说说你的来历了 她说她叫陆语书 是一名符咒师 她的身体里还有她姐姐的神魂 她的姐姐叫陆雪希 只因被魔道之人毁了肉身 才把神魂寄宿在她体内 居然是双魂共生 那你为何不阻止你姐姐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原来她姐姐的修为已到达金丹七 神魂比她要强大 直接就控制了肉身 所谓的符咒师都早已消失在地球上 符咒师由魔兽的皮注入灵气制造而成 它可以增加使用者的各种属性 属于辅助性的道具 她说她的象牙盒里有几张低级符咒 愿意给我使用 小贱人 你说的太多了 这语气一听就是姐姐在说话 这性格差异也太大了 现在已没有她的容身之所 我让她直接加入云门为我所用 跟我回去 我带你去见其他人 为什么突然感觉后背上有什么东西 这难道是符咒 小贱人不是才说了我可以控制她的肉身吗 你怎么这么不走心呀 别挣扎了 这姻缘符只要中了就会义无反步地爱上我 你嘛 居然敢赢我 感觉整个人都要失去意识了 可恶 难道我真的要认她摆布吗 静看真不错呀 有一尊大神在身体里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制服了 豁出去了 走你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吗 静还一把把我推开 你这个灯涂浪子 你想干什么 我中了你的姻缘符 你说我想干什么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已经为退了 她扬言她不会向我低头 让我不要强迫自己 不然会走火入魔的 我可没有强迫自己 你先是给我施展了姻缘符 现在又欲据还赢的 强迫自己的是你吧 竟然还流起了鼻血 此刻我在她眼中就如同强而有力的巨猫 而她是被盯上的猎物 不可能 姐才是猎人啊 完了 她竟不是知难而退 而是迎难而上 在苏醒的秋云眼里 她看到的画面仿佛就是一场龙虎洞 第二天恢复理智的我都感觉没脸去见无情了 一边是她娇羞地说我必须把她取回去 另一边是秋云那仿佛啥都没看见的迷之笑 造孽啊 先不管那么多了 都带回云门再说吧 这两个有着魔鬼身材的小姐姐 哪一个才是你的菜 此刻他们正看对方不顺眼 一分钟前 我刚向众人说陆雪西要加入云门 无情小姐就质问我怎么带了个野女人回来 就陆雪西那抱脾气 两人不干架才怪 大家好好相处 我可以解释的 你闭嘴 这年头想当两个女人的合适老还真不容易 特别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 不服来比一比啊 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 比就比 我害怕你不成 两人一下就状态全开准备开打 女人发起怒来真的太可怕 我让你们助手没听见吗 再不阻止他们还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 无聊 一帮乌合之众 在这装什么装 秋云静冷不丁地嘲讽起来 我知道你失去家人很痛苦 但这不是你消极的理由 如果你真的决定离开 我不会挽留你 如果你想提升实力去报仇 云门随时欢迎你回来 别搞得好像你什么都懂一样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还有那种仿佛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自信 她竟含着眼泪开始咆哮起来 还说什么不需要我的同情和帮助 依靠自己一个人也能帮家族报仇 你这女人真的是头发长格局小 我从来就没有同情过你 你也别抱着你那一分钱都不值得自尊补放 我做的只是在你身上投资罢了 看着神情就知道她是一脸梦 我给你资源在云门提升实力 你要报仇还是什么我不管 不过代价是助我云门在华夏扩张势力 所以现在留下来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其他众人也力劝她留下 她现在确实是无处可去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泪流满面的道歉总算是让气氛缓和了下来 那就再欢迎一次你加入云门吧 独孤无情突然抓住我说借一步说话 看她凝重的表情 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她竟开口问我是不是和陆雪西有雨水之欢 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可以解释的 她说她不会管我太深 自古强者也都不止一个半 但是在华夏的修真之路漫漫无期 她担心我会膨胀 会沉浸在强者的虚荣和女人的诱惑中 好怀念啊 她这番话竟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位朋友 我还清楚地记得笑花柳玲玲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我杨一云不管拥有多少权力和财富 无论变得多强都不会忘记我的初衷 我只会把我的实力用在对的地方 那就好 是我多虑了 这句灵震的效果真的太好了 我的修为已经长到了练气七八层巅峰 照这个速度下去 过不了一个月我应该就要踏入住基的门槛了 我那美女老板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个身材凹凸有致 有着网红锥子脸的小姐姐 会不会让你有心动的感觉 现在我正甘大地向她解释道 我身旁的两位美女是我的秘书 美女老板照男美好气地说 如果我想辞职就帮她最后一个忙 原来一周后是她爷爷的大手 到时候鼓舞四大家族都会参加 她希望我能假装一次她的男朋友 从而帮她完全摆脱叶家的联姻 这种是我肯定义不容辞 关键是可以去会议会有过节的马家和叶家 他们带给我的屈辱 我一定要加倍凤凰回去 再去赵家的路上 赵南静说让我今晚跟她睡同一个房间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 不会吧 居然要同床共枕 光是想想这画面就要让人流鼻血 哎呦 疼死了 两个美女秘书竟同时猛踢我 你们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我也只是想象一下而已 你在想啥 你当然是打地铺啊 你两位秘书我会安排其他的房间 好吧 是我肤浅了 旁边这两位说要把我盯得死死的 又不是我媳妇 有这个必要吗 这赵家的大院简直太气派了 比我那别墅不知道强多少倍 赵南提醒我见到他父母要灵活一点 千万不能露线 笑话 好歹我也是神仙的传人 扮演的男友还不是手到擒来 果然是有妻女必有妻母 赵南的母亲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美女 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股煞气袭来 没想到赵南的父亲如此高大威猛 听说你在古都那边搞了不少事情啊 您见笑了我只是做些小本生意 清理了一些害虫罢了 这老丈人猫似看我有点不顺眼 然而下一秒却画风突变 他说早看马家和叶家不顺眼了 我有他当年的风范 他很中意我这女婿 让我陪他去小酌两倍 还让我今晚就住这里不走了 居然这么快就认可我了 可惜啊 我就是一假冒男友 早上睡得好好的怎么感觉有人戳我 真是丢人了 堂堂修真者居然睡得毫无防备 这样可是会吃亏的哦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 起开 陆雪熙说上次煽动的雨水之欢让他修为大增 他不会放过我这么好的底 还让我看看自己的胸前 你马居然对我用定身符中 糟糕 赵男进来到门外喊我吃早餐 如果让他看到这暧昧的一幕 我的仪式英明就要毁了 此时的赵男就算推门而入也是看不到我们的 因为就在刚刚 我开启了法宝乾坤湖 我们两人都将传送到乾坤湖内部 陆雪熙惊恐地问我把他带进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不把你拉进来 我的清白就全毁了 陆雪熙携带的象牙盒突然掉落在地 里面竟有这么大一颗灵石 乾坤湖源源不断地吸收着灵石的灵力 没想到一颗灵石可以给乾坤湖带了这么大的电话 之前给雕屯的红香果都直接长成了大树 还兼满了果实 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这象牙盒被你拿着太危险了 我直接没收了 你再敢动歪心思的话 别怪我给你释放的精血咒不讲道理 突然想起来了 作为古武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叔叔家也在燕京 我必须得去拜访他一下 没想到这个老太龙中的道长竟有如此神通 他居然算出来我这个神仙的传人今天会造访王家 然而更让我震惊的是 他说看到我仔细环绕 已经凝聚成花 有腾龙之势 我将是整个华夏的大纪元 他这番话说得太过玄乎 难道他知道我是一个修真者 王叔向王玄机道长诉苦 说家中主事的老爷子病危 只能靠千年人生调命 如果老爷子驾喝戏曲 整个华夏怕是要乱 道长听完却说他已算到王家今天会有贵人相助 他说他知道我懂医术 不妨让我帮他们看看详情 难道他说的贵人是我 王家的老长辈都开口了 我当然亦不容辞 从他们口中得知 老爷子的病就连燕京第一神医都没有办法医治 外表看上去没什么伤 只有用临时查看下 大脑的神经上居然压着一块碎片 能称到现在都已经算是奇迹了 在不危及老爷子生命的情况下 我有七成的把握可以治好 显然他们被我说的话震惊到了 难道是我说的治好的几率太低了吗 突然王书竟直接用力握住我的手 如果真的可以 我们愿意一试 既然这么相信我 那我定要全力以赴 我准备试针了 各位尽量不要打扰我 我需要集中精神 先用真气稳住全身的脉络 气色看起来已经好转了很多 最后一针就是这有碎片的头部了 这碎片离脉络太近了 着实危险至极 就连我这个神仙的传人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 成败在此一举了 一边用真气稳住脉络 一边移动碎片 没想到费了好大功夫 碎片才只是晃动了一下 糟糕 被压住的脉络太脆弱了 我必须耗费更多的真气稳住 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完了 只是我的真气有点消耗过度 多亏了老爷子身体健老 碎片已经成功分离 剩下的就是找外科医生取出碎片 等待老爷子苏醒了 道长说连华夏神医都束手无策的难题 竟被我两个小时给解决了 我实属翻动乾坤之人 没想到这老头竟给我这么高的评价 大家族果然就是不一样 半个寿宴收到的礼物都堆积如山了 看我只送了一个小瓶子 收里的人竟没有好脸色的让我随便放 看来势力的人哪里都有 竟敢小看我送出的礼 杨毅云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吗 滚回你的古都去吧 这手下败将竟还敢口出狂言 还扬言只要没死就一定不会放过我 看来你上次没有受到教训了 我随时奉陪 叶开 对这种爷小子费什么话 这小子的爷爷看来也不是擅长 他说今天看在赵家大寿放我一马 让我自己滚 过了今天就让我有钱没命想 这爷孙俩还真是一个臭德行 我应该怕他吗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块石头 能让众人震惊的和不拢嘴呢 众人盯着的正是一块闪着光芒的蓝色灵石 灵石原本只存在于修真界 没想到地球上还有类似的灵石 这对于我这个修真者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弄到足够多的这种灵石 以后的修炼就不用愁了 原来叶佳送出这份大礼还有另一个意图 就是想接受宴的机会 让赵家兑现叶开和赵楠的婚约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是不会和叶开结婚的 赵楠直接就把我这个假冒男友推了出来 这番话让赵家人都面露难色 更是惹怒了叶开这小子 你是没把我叶佳放在眼里吗 这些小子哪点比我好 看来频道错过了一出好戏啊 王道长居然代表王家来参加寿宴 身边一同前来的还有武当恋丹师方道长 看着赵家人毕恭毕敬的样子 就知道两人在华夏的地位肯定不简单 方道长掏出炼制的活血丹作为礼物 赵家家主赵长生看到后竟欣喜万分 这丹药闻起来就不是什么上品丹药 在我眼里更是不值一提 竟还让赵家家主这么欣喜 看来地球上流传的丹方确实平静 客套一番过后 众人向寿宴地点走去 方道长突然询问赵长生 是否有其他炼丹大家来访 说他在寿宾里出闻到了熟悉的丹箱 他要去看一看寿宾 方道长在寿宾堆里好一番查找 找到了 就是这瓶药丸 尼玛 方道长手上拿的正是我送出的那瓶 他向众人说那是失传已久的小裴员丹 众人都感到万分震惊 因为这东西在地球上已是绝品 果不其然 王道长一下就算出了是我送的这份厚礼 方道长你只说对了一半 这是货真价实的裴员丹 可不带小字 此话一出众人更是惊掉了下巴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东西我一炼一炉子 没想到我一下就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这惹得叶家叶孙咬牙切齿 叶家家主叶在天直接就开始发难了 他怒吼着说我在厉害终究也是个叶小子 不配当四大家族的女婿 这番话引得王道长非常不满 两人竟开始对峙起来 好强大的血气 没想到王道长竟隐藏得这么深 至少是暗尽九层的鼓舞者 叶在天则是稍微弱了一些 这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事了 只能静观其变 陆雪希在一旁嘲笑我 说我一修仙的居然还怕烦人 我不是不敢出手 只是怕毁了这寿宴 赵家人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 在赵家人的劝解下 两人终究是没有打起来 寿宴过程中夜在天突然暴霸而起 他要赵长生对夜开和赵楠的婚约 给一个明确答复 赵楠说老一辈喝醉酒随口定下的婚约不能作数 赵长生面对这情景也是左右为难 此刻王道长突然说要兑现和赵家的承诺 他现在要替赵家算上一挂 算完后 他说赵楠的真命天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气氛好像有点不对 为什么都看向我 完了 这下假戏真做了 这个手持荒骨太刀 有着魔鬼身材和天使面容的小姐姐 会不会让你有心动的感觉 此刻一名男子正挥舞着拳头叫嚣着冲向他 看来你也只会虚张声势 无情一记格挡就轻松化解了男子的攻击 几分钟前 这个暗镜七层的夜家人夜舞疯狂地向我挑衅 赵家家主却让我不必领会 等待抽签进行切磋 原来鼓舞四大家族每次宴会结束后 都会举办演舞活动 各家族派人互相切磋 交流舞异 看我不理会他 夜舞这家伙却越发嚣张至极 怎么了 不敢下来吗 你杨亦云就是一废物 话音未落 身旁的无情小姐已纵身一跃飞了出去 闭嘴 你还不配和我云门门主对阵 两人这才有了之前的交锋 此刻无情的一记挥斩就让夜舞目瞪口呆 他不知道无情早已达到了暗镜八层巅峰 轻轻一挥手就可以抵挡住他的全力一击 无情收回刀刃后刀柄朝外 向夜舞发出蓄力的一击 实力上的差距已经注定了结果 只是没有想到只是一击就有如此威力 还要打骂 夜家的废物 无情一脸不屑地询问着夜舞 无情小心 你嘛 这夜家的废物竟在手上藏起暗器 夜舞面目猙獰地冲向无情 他竟直接抓住了无情的手艺 突然无情的小腿被暗器击中失去重心 一声惨叫过后 无情已被夜舞重创 臭娘们 让你好好尝下我的毒针 敢暗算我云门人 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就这点实力也敢跟我云门叫板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搞偷袭的人 你敢这么做 想必你也做好了受死的心理准备吧 求饶的速度倒是挺快 嘿嘿嘿 骗你的 废物的话果然就是不可信 就这毒针我也懒得躲了 震惊吗 为了抓住你我也就牺牲一下 狗改不了吃屎 这么喜欢搞偷袭 那我就先废了你的这只手 还敢搞偷袭 还给你这个老皮肤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背后搞小动作 这种场合我就先放过你 好了 你想怎么死 算了 杀你都怕脏了我的手 还有谁 对我有意见的都一起伤吧 独孤无情是我云门的人 若是他实力不计败给你们我无话可说 但是用歇下三滥手段想取胜的人 我绝不会放过 夜家老贼 说的就是你们 不服就上来与我一战 不敢应战就老老实实地当缩头乌龟吧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里 敢对我身边的人不利 就是想对我云门不利 华夏不再是你们四大家族的天下 若再敢侵扰我云门的人 我定斩不饶 没事了 我这就回去帮你解读 听着王心灵的歌给无情解读都事半功倍 甜蜜教主的力量果然强大 无情境显现出了金属性的灵根 是个天生剑胚 修炼剑法如虎添翼 我自己的灵根却是个透明的 完全看不出属性 师父的点击里也没有记载 真的是太诡异了 我突然感知到有人在脱窥 是谁 居然溜得这么快 站住 修想溜之大吉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赵府 好快的速度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人派我来探探你的底 这神秘人的攻击速度也太快了 差点就中招了 什么情况 他居然能用闪电攻击 难道是修真者 太可怕了 强烈的闪电从他手中迸发出来 正面印钢是没有胜算的 我必须绕到他身后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懂得使用法术 踢中了 让你尝笑我的厉害 这神秘人的实力真是不容小觑 受我一众激进也只是退让几步 法术 有意思 可惜你猜错了 这是我的天行之力 你是第一个可以躲过我闪电的人 王老爷子果然说的没错 神秘人说他是神龙潭副官无难 同时也是一名天行者 是受王老爷子的命来见我 什么神龙潭天行者 我都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他说他此次来见我是要告诉我一个重要的消息 他们掌握了一些我外公的线索 我外公在南国 而且和当地的一股势力有关 他们怀疑我的母亲也在那里 由于那里是敏感地区 他们不敢贸然前往 我的外公居然还活着 自从我父亲在战场上失踪后 母亲也随之抛弃了我们 只丢下奶奶把我们兄妹拉着打 原来是躲在了南国吗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第二天我以马不停蹄地准备奔向南国 无难说已在南国安排好了对接的人 问我是否考虑加入神龙潭 多谢了 加入神龙潭一事容我在考虑下 原来神龙潭是王老爷子掌管的华夏特殊特勤组织 没想到这世界上除了修仙者 还有人类可以使用超自然的力量 这神龙潭还有点意思 南国 我杨亦云来了 我撸起袖子准备去做一件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事 依靠他你可以一夜成为土豪 也可以一夜成为亡魂 他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的赌石 我花了八亿元买了一车的原石 此刻我正在切我买下的第一块石头 这一下就开出了罕见的兵种帝王绿 但我直接就甩给了身后的小王 因为他在我眼里根本一文不值 刚来赌石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里的部分原石竟带着淡淡的灵气 切开的原石散发出的灵气更强烈 原石的表皮居然可以隔绝灵气 我要找出可以供我修炼用的灵石 忙活了半天却没有找出一个 这样开要开到猴年满月 我决定开眼前这个灵气最充足的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不然我真的成员大头了 尼玛 这什么情况 我才刚切开一个小口 好充沛的灵气 简直让人无法知识 身上的乾坤湖正在疯狂地吸收这原石的灵气 蠢徒弟 你走狗屎运了 居然被你找到了万年血世 真是久违的灵气 耳旁竟响起了师父熟悉的声音 这次捡到宝了 这石头充裕的灵气居然让师父都苏醒了 石头的灵气可以慢慢吸收 现在暂时不怕没有修炼资源了 这名男子说愿出12亿购买我开出的血石 这个价格直接就让众人惊掉下巴 且慢 你们也太不厚道了 你们在这里也收了不少宝贝了 这次该让给我了吧 一个妖怪玉佩的老头杀了出来 男子说没想到这动静可以把雷也引出来 这老头身上的玉佩好眼熟 我母亲也有一块一目一样的 他和我母亲到底有什么关系 老头说他叫端木雷 是赌视大会的负责人 也是南国端木家的家主 他说这块血石放眼整个历史都不曾出现 他愿意出18亿购买这块血石 男子竟也不甘示弱继续提高价格 两人居然开始了拉锯战 够了 我可没说要出售他 不要自作多情 我内境外放直接震撼注重人 这老头居然能纹丝不动 看来他实力肯定不敌 突然一击暗器向我飞来 身旁的无情一跃而起 直接击飞暗器 何方鼠辈在此偷袭 嘿嘿 小娘皮反应力不错吗 一排黑影突然出现在楼上 两个貌美如花的美女陪伴在左右是重什么体验 身旁的无情美女一跃而起 就击飞了偷袭我的暗器 何方鼠辈在此偷袭 嘿嘿 小娘皮反应不错吗 一排黑影突然出现在楼上 为首的红毛说他要拿走我开出的万年血石 还叫我们石像给不要抵抗 否则会死得很惨 众人一下就被红毛的这番话吓得四处逃窜 红毛的手下说不能留活口出去 住手 无情怒吼着跳出来阻止 两人免不了一番较量 无情呼喊着让陆雪兮帮忙 但陆雪兮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并不在状态 红毛突然向无情袭来 还说对无情的实力很了解 无情没有任何胜算 不过他掌握的信息应该落后了 无情一记重击就打得他满地爪牙 你们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是有多少条命才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端木雷也霸气地吼道 一个男子突然从地下出现抱住他的嘴 还会顿定 你们竟还有天行者 端木雷被这一幕惊叨 我可没有说只有我一个人 这红毛居然又向端木雷发起偷袭 你这搞偷袭的杂鱼死远一点 端木雷现在可不能死 遁地的男子被我的气势吓得直接遁走 杨先生 多谢 这老头竟然还敢谢起我 道谢就不必了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女人 我询问他是否知道我母亲的名字 没想到他说母亲的名字是他女儿的小母亲 太讽刺了 他居然真的是我的外公 就是我这次来南国要找的仇人 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母亲和外公 毕云你听我解释 这是有原因的 真是感人的重逢啊 这红毛竟又站了起来 手上还拿着一个貌似遥控器的东西 突然他按下上面的按摩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会场内一声轰隆巨响后火光四射 凄厉的呼救声从人群中传来 尼玛 居然引爆了炸弹 太卑鄙了 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红毛突然跑过来猛猜我 他让我们老实点 不然把我们彤彤炸死 算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红毛的手下清理着会场内的活人 没一会功夫 会场内的众人 都被抓起来集中到了一起 可恶 这可怎么办 我堂堂一修仙者竟会被一个凡人吊打 而且还被骂全家是废物 我强忍着满腔的怒火却不敢发作 只是因为这红毛装了炸药挟持众人做人质 我看你才是废物 也就会耍卸下三滥的手段 敢不敢和我比一场 这红毛怒吼着让我闭嘴 就将我按在地上摩擦 他说我没有搞清楚状况 不会让我死得太轻松 一记中脚就向我头上袭来 两位美女和段木雷都喊着助手 却引来红毛更加猛烈的踩踏 怎么样啊小子 还挺得住吗 你这点伎俩 就像挠痒痒 红毛恼怒地亮出匕首 说要送我归西 突然小王推门而入说 炸弹已全部拆除 会场现在安全了 我人辱负重半天就为了等这个好消息 好了 老子现在不装了 该轮到我表演了 这红毛静兴兴地说 短时间内是没办法拆完炸药 问我怎么会提前发现炸药的 我需要跟你这人扎废话吗 想知道答案 下去问阎王吧 哎呦不错 还真是挺抗纵 现在你们在我眼里就如蝼蚁 你们最好是一起上 这红毛静甩了一记暗器过来就跑跑 这暗器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尽管放马过来吧 感觉到身后貌似有些动静 会遁地的天行者一下就把我扣住了 竟然挽起了前后夹击 你们忘了我手上还有暗器吗 想伤我简直是痴心妄想 先吃我一脚掌点教训 你这眼睛留着也是多余 也要让你尝尝这血剑当场的滋味 实力上悬殊太大 注定我要吊打他们 逃跑的红毛恐惧地环顾着四周 你这是着急去哪呀 你以为这俩货就能拖住我 怎么反派都喜欢玩球饶这一套 可惜我早已不吃这一套 反派就要为自己的嚣张买单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过你这样的人渣 这端木雷怎么也赶不过来 我向他询问会场的情况 他说会场的残档已被控制 也安排了人去查这帮人的底细 他竟邀请我去他府上 好吧 我们之间也应该有个了断 梁先生 我什么都看不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告诉雨晴吗 此刻陆雨昕被我蒙着眼反绑着 事到如今你还要在我面前装吗 装什么 雨晴不明白 别拿你妹妹当挡箭牌 这笔账我们得算一下 我没死你应该觉得很可惜吧 这个有着魔鬼身材的美女 现在被我蒙住双眼反绑在床上 这楚楚可怜的模样确实让人心疼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 其实你早就发现会馆里有炸弹了吧 陆雪熙听完我的话 依旧狡辩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你作为修真者和我一样开启了灵石 只要大概扫描一下 就能发现会场里的炸弹 而且你已达到金丹镜修为 灵石自然比我灵敏得多 但恰巧在盗贼打劫的时候 已经变回了妹妹陆雨晴的灵活 这还真是巧呀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的 居然还在嘴硬 我现在是在问你姐姐 既然你姐姐不肯出来回答 那我只能用特殊手段了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走你 现在给我好好躺着吧 这娇羞的表情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要开始我的特殊手段了 那里不可以 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还不承认吗 让你尝尝我的筋脉十三手 没想到暗脚镜还让她舒服得不得了 依旧是嘴硬不承认 看来是力度还不够啊 我要使出大招了 终极奥运 筋脉千手 永泉学 知失眠 公孙学 健脾胃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看她的表情就知道是快乐与碰骨并存 我受不了了 我认我认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早点认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以后就不是暗一下脚这么简单了 你给我好好记住 修理了陆雪系后 端木雷请我喝茶 从他那里我得知了母亲离开的真相 原来多年前母亲坚信父亲没有死在沙漠 因此偷偷带上几名家族的鼓舞者前往沙漠寻找 但最后却只回来一个人 幸存的人说他们在沙漠中遇到了非常诡异的遗迹 遗迹中有非常危险的生物以及绿色的太阳 我母亲也在那失踪了 后来端木雷亲自带领人马再去寻找 却再也找不到那个遗迹了 没想到竟是这么一回事 算了 这个外公还是认了吧 外公提议让我留在南国发展 但我谢绝了他的好务 我可舍不得离开我们的华夏孤独 他说他不抢求我留下 他也是被华夏各大家族赶到南国的 他没有保护好我母亲 对家人都亏欠太多 以后在华夏之外的地方 端木家的人我可以随意拆遣 公营少爷回归 我们随时听候少爷拆遣 没想到我静一下成了端木家的少爷 外公突然告诉我说 四年一度的鼓舞大会要提前举行 到时候除了四大鼓舞家族外 还有其他古老的宗门都会参加 叫我一定要小心行事 端木家会助我一臂之力 好强的血气 不比王玄吉前辈他们差多少 忽然多了个便宜外公 总感觉怪怪的 不过对云门的海外发展来说是件好事 也不知道其他古老宗门的实力到底不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眼前的一幕也太诡异了 我的大别墅里怎么会散发出强烈的煞气 糟糕 我得马上去看看 这个煞气不像是火雾 煞气的源头就在别墅的地下室里 这什么情况 难道古墓被挖开了吗 不要再挖了 主人要是回来了我要怎么解释 原来是这小雕在作妖 小雕兴奋地叫着就向我哭来 你这傻雕 在搞毛啊 一段时间没见都开始拆架了是吧 是不是想我今晚宵夜吃烤雕肉啊 秋儿说自上次小雕吃了寿神丹沉睡后 再次醒来之时 貌似觉醒了某种血脉 爪子也变得非常适合挖掘 你在地下室挖了好多天了 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一样 蠢兔儿 这次真的是你错怪小雕了 小雕寻宝兽的血脉已经觉醒了 他这么努力地刨地 说明这下面必有宝物 原来如此呀 看来我确实是错怪这小家伙 但这古墓散发出的煞气太重了 里面趴是非常危险 而且这古墓的石板相当厚 应该不是小雕就能打开的 这小雕怎么突然张开立爪跳了起来 等等 你不会是要 小雕在空中挥舞了两下力转 两道强烈的气流猛地砸向石板 石板竟直接被切割开了 这破坏力也太惊人了 不对 有什么东西要从裂缝里溢出来了 先生小心 丘儿突然向我呼喊着 几张恐怖的鬼脸突然出现在眼前 何方妖孽赶在这造词 万法归宗 真原理火 让我看一下你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居然一下就被烧得神形剧灭 应该只是些守护补墓的亡魂 这下面肯定有不得了的宝 不然墓主不会大费周章布置阵法和守护亡魂 但这下面好像还有其他的诡异气息 现在这股墓被强行挖开了 不能放在这里不管了 我还要借助这里的聚灵阵修炼 要是哪天发生意外就不好了 还是下去一探究竟啊 小雕兴奋地都叫了起来 这一趟下去也不知是福是火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什么情况 小雕和丘儿怎么都不见了 明明是一起下来的 怎么突然感觉身后有些动静 不会吧 你是 好久不见了 杨基老 柳玲玲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去法国了吗 回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你还好意思说 自从人家走了之后 你就没有联系过人家了 罚你来帮我擦下身子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哎 我这该死的桃花孕 美女笑花洗澡时静说 要我帮她擦下身子 这种要求真的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对啊 这笑花柳玲玲怎么会用公共澡堂呢 下一秒 柳玲玲净退变成怪物就向我哭来 迷玛 刚刚的一切难道都是幻境 还好躲得快 不然还真就着了倒 居然是假的 太可惜了 竟敢欺骗我的感情 看我大威天龙 这怪物也太弱了 真的是不堪一击 身后突然传来小雕的声音 小雕应该也是中了幻境 这画面也太大眼睛了 你再不行 我就扣你一年的红香果 小雕被我唤醒后都快被吓傻了 她竟猛地伸出了力爪 一顿挥舞之后 怪物就伸手一触了 幻境破除后就见到了丘儿 她说好像因为她是灵体 所以幻境对她没用 终于见到了牧主人的棺材 不过我感觉也就平平无奇 丘儿却说不对 她感觉里面有股诡异的气息 突然棺材盖镜缓缓移动起来 诡异的煞气不断涌出 毕生惊天响为猛地从别墅上空传来 太诡异了 怎么这个时候会打泪 一只恐怖的手突然抓住棺材板 一个目露凶光 身体以残缺不堪的干尸 缓缓站了起来 她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们 这难道是僵尸 诡异而又强大的煞气 还好我可以召唤出我的大宝剑 看我用大宝剑好好招呼下你 先吃我一剑 尼玛 这什么情况 僵尸只是被击退 身上居然毫发无伤 突然僵尸一只手猛地砸向地面 在他的挥舞下地面生起突兀的尖刺 区区雕虫小技还伤不到我 太强了 我人都未落地 僵尸居然又杀了过来 糟糕 我已无法闪躲 只能吃下他的一记重击 这僵尸的实力真的是太强了 我现在已身受重伤 还没等我缓过气 这僵尸已经挥舞着利爪杀了过来 身后突然传来 丘尔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不许伤害主人 这僵尸居然抱着头惨叫起来 师父解释说 这是丘尔的鬼秀技能 只能暂时压制这僵尸一回 我说他有闲情解释 还不如出来帮我一把 师父说他才稍微恢复了一点神魂 贸然出手只怕会魂飞破散 这僵尸是助击后期修为 传我的典籍功法里有一本镇天长 用我的实力可以打出助击的效果 不过副作用比较大 管它什么副作用 先把眼前这怪物解决了再说 这僵尸突然就破除了丘尔的镇压 你这丑东西醒得还挺快 来吧 来决一死战吧 看我真气化形 吃下我一记镇天长 一声轰隆巨响响彻整个山 别墅的墙体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手掌形状的空洞 这僵尸只剩下两条干瘪的腿站立着 这次你还不死 你嘛 我刚装修好的房子呀 身后的棺材里又传来阵阵声响 难道还没有完 一个充满煞气的棺材内突然发出阵阵声响 这可着实把我吓得不轻 刚刚才拼命解决掉跑出来的僵尸 难道这棺材里还有东西 诡异的氛围下 一道靓丽的黑影突然从棺材中升起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出现在这里 黑影盯着我却一言不发 下一秒他竟直接从古墓的裂缝中逃了出去 真的太诡异了 他就这样莫名地消失了 师父说刚才顿走的只是一个魔修者 应该是内僵尸的主人 通过操纵僵尸杀死误入这里的人 以此来收集自己需要的资源 一般这种魔修者都会有一颗魔金 用来储存自己需要的金婆 魔金可以帮助秋儿鬼修 没想到这棺材里还真有一颗魔金 先收入乾坤湖再说 总算是对得起我受的重伤了 这古墓里怎么突然会有脚步伤 刚才这里好热闹啊 看来老夫来晚了 没凑到热闹了 这里非常不错 灵气汇聚 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啊 这突然造访的神秘老头 说完后就开始灌酒 把一旁的小雕缠得口水直流 也不知道这老头什么来路 这深山老林的竟能 悄无声息地找到这里来 眼看着最后一滴酒 也要入老头的嘴 小雕竟飞速地冲过去 夺下最后一口 小畜生敢偷喝我的酒 看我不捏死你 这老头捏着小雕不断用力 等一下 把我的宝贝小雕还给我 我可以赔给你 我酿了十几年的活烛 酿你拿什么赔我 老头怒斥着就挥手拦下了我 只是一个挥手 就让我在空中 玩起了七百二十度转体 再狠狠地狼狈落地 看来我又碰到了一个硬查 做人要有礼貌 你的小宠物犯了错就要受罚 这个老头铁钉不简单 怎么今天总是碰到这种狠角色 散发的灵气也太惊人了 师父劲劝我快跑 他说老头的实力 不知比僵尸强了多少倍 我暂时只有仰望的分 老头看似疯疯癫癫 实际上修为不浅 看起来好像是练功走火入魔了 肯定是不会听我讲道理的 我可不能逃跑 我在这离山别墅里付出太多了 我不能放弃这里 更不能放弃我那可爱的小雕 只能无所保留地赌一把 小娃娃你别不识抬决 那就让你来替这畜生受罚吧 小娃娃你尽管放马过来 让老夫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你这老头少瞧不起人了 他静一下就轻松躲过了我的攻击 我只感觉一个硕大的拳头向我袭来 整个人就重重地砸在了墙面上 真的好强 比我以往遇到的任何对手都强 小子觉悟吧 可恶 接我这招是事 万法归宗 真元灵火 对不住了 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结束这一切吧 什么情况 老头竟用灵气化形成护盾 我的真元灵火都没有伤到他分后 小娃娃 你的功法挺有意思的 可惜你的修为太弱了 不好 又是灵气化形 只要是老夫要杀的人 就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脱 老头淡淡地说了一句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呢 真气化形 震天掌 这权力打出的一掌居然又被他轻松躲过 迎接我的又是这老头的一击重拳 可恶 这个老头的修为简直深不可测 完全不是对手 这可怎么办 觉悟吧 接下来这招就了结掉了 我堂堂十二劫散仙的传人 竟会被一个老头吊打 而吊倒我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我的小雕偷喝了他一滴酒 论武力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看样子只能支取了 老头怒吼着说要下杀招了结掉我 前辈 我用这个做补偿 我从乾坤湖里召唤出一个酒瓶 他的拳头猛的就停了下来 好险 这拳打过来后果真的难以想象 他问我瓶子里装的什么玩意 散发出的香味居然充满灵气 这是可以增添灵气吸水肉体的猴儿酒 除了这酒我这还有几瓶丹药 不知前辈 哈哈哈哈 你早点拿出来我就不会跟小兄弟你打架了 尼玛 这画风转变得让我粗不及防 这绝对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主 老头说他看不出我的功法属于哪个家子 难道我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晚辈杨奕云 是最近刚成立的云门门主 我问他是否听说过鼓舞大会 这届鼓舞大会获胜的奖品里可能有我需要的东西 但我对鼓舞大会了解不多 我希望他能给我讲解一下 他说鼓舞大会是个大家族进行的比武大会 获胜者可以获得大量零食和稀有物品 但想获胜却并不容易 因为一些影视已久的门派也会参加 他说我的实力虽然在华夏确实算作佼佼者 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世间还有多到数不胜数的强者 不过有他在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加入云门帮我获得鼓舞大会的胜利 条件是给他提供足够的猴儿酒 大会开始前 他还可以让云门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档次 这番话真的震撼到了我 整体实力提升一个档次那将是质的飞跃 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强大的人指导我们一番 我掩饰住内心的狂喜 猴儿酒一定管够 那就劳烦前卫了 在老头的指导下大家的实力突飞猛进 陆雨昕说老头的实力至少在金丹七以上 这还真是捡到宝啊 只要有他在云门坐镇 至少在我修为突破到金丹七之前 云门就是安全的 画面一转来到了古花塘总部 一个眼镜男正在给成百万布置着任务 地板上一把匕首钉着一张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竟是笑花柳玲玲 眼镜男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杨一云果然跟他父亲一样麻烦 几个月后终于到了古武大会这一天 影视的古老宗门纷纷前往 神剑门 混圆门 天魔门 横莱 太一教 百花宫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死我的燕金叶家和马家 是我为女婿的燕金赵家 对我寄予厚望的燕金王家 当然也少不了我云门的精英 这些年我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 都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 我们艰苦修炼就是为了这一天 让我们在古武大会上取得胜利 向世界告知我们华夏舞者的强大 出发 古武大会 我们来了 本漫画第一季的内容到此就结束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陪伴 咱们青山不改 御水长流